两个女人今天同时嫁入王府 沈珍珠天生励志落落大方 而崔彩萍却是尖嘴猴塞满脸奸诈 她为了抢在沈珍珠前面过门 不停地催促队伍快点走 结果导致一个叫腐癌的脚 就这样 沈珍珠的队伍自然而然走到了前面 这下崔彩萍可是炸了锅 你们几个废物 快点啊 洞房花竹夜 势必有一个人要独守空房 崔彩萍为了让殿下在她这里过夜 竟是先收买了一个太监 把烂醉如泥的李处扶到了琉璃阁 李处抬头一看顿时来的脾气 朝着太监数落起来 老子我还没说去哪睡 你倒自作主张起来了 奴才以为 按道理 本该先紧着崔儒人这边 按什么道理 按他崔氏的背后靠山够硬啊 还是按他崔氏给你的银子够趁手啊 太监顿时菊花一紧 跪在地上连连求饶 李处最讨厌偷奸耍华的人 索性推开了崔彩萍的房门 打算见识一下他还有什么手段 看见英俊潇洒的新郎越走越近 崔彩萍心里既期待又紧张 只见李处一屁股坐了下来 开口第一句就是夸他好手段 这才刚入府 便已收买了本王府中的夏日 在酒中下药 还特地引本王来琉璃阁 殿下 在说什么 平了听不懂 崔柔人出身明文 自是冰雪聪明 可本王也不是个傻子 考虑到今天是新婚第一天 李处表示不再过多计较 只是警告他下不为力 崔彩萍听后立刻洗上煤烧 邀请李处留下来玩耍 顺便体验一下他的绝活 只见李处微微一笑 拿走了崔彩萍手中的扇子 就在他热血沸腾的时候 李处却直接泼了一盆冷水 本王今夜 身体不适 崔柔人还是自行歇了 另一边 沈珍珠见新郎还没有出现 以为今晚他应该不会来了 便拿着一块玉佩 黯然神伤起来 脑海不禁浮现出 小时候的情景 那是在一次庙会上 珍珠不小心掉进了河里 危急关头 一个少年毫不犹豫地跳了下去 最终把命悬一线的珍珠救了上来 在此期间 珍珠无意中扯下了少年的玉佩 后来便一直珍藏在身上 并决定此生非他不嫁 遗憾的是除了这块玉佩 他对少年的身份一无所知 因此苦寻多年依然毫无结果 现如今他全家惨遭念门 为了查清幕后真凶 他不得不违背初心嫁入广平王 正伤感的时候 广平王突然走了进来 吓得珍珠连忙拿扇子将脸遮住 殊不知眼前的丈夫 正是他苦寻多年的心上来 当李处拿开扇子的那一刻 整个人都弄在了原地 是你 李兄 怎么会是你呢 原来就在前不久 他们曾经见过三次面 每一次都令李处印象深刻 最后情不自禁地爱上了 这个美丽的姑娘 可惜自从上次分开 就失去了联系 好在有老天的眷顾 心爱的姑娘 竟神气般地成了妻子 可是珍珠始终放不下玉佩的主人 所以对李处的拥抱表现得十分排斥 为什么 因为 因你那玄武踪影的心上人吗 你方才 是不是还在想的 是吗 那你本可以不出现在这里 为什么还是愿意了呢 我本就做了决定 若是再寻不到他 我就放弃了 有些事情 是改变不了的 可是眼下 家中突逢巨变 天下虽大 却已无我容身之所 你要记住 从今以后 这里就是你的安身之所 新郎想要亲吻美丽的新娘 可新娘却下意识地躲闪 只因他始终忘不掉年幼时遇见的少年 却不知他远在天边 近在眼前 你不是已经选择放下了吗 你既已选择下六广屏幕 心里就不应该想着其他人 我希望 这次苏相思 是最后一次 即便是遭到拒绝 李初还是忍不住嘴角上扬 感恩上天对他的眷顾 让心爱的姑娘成为他的妻子 隔天一早 李初为了证明自己对珍珠的一片真心 竟把母亲最喜欢的玉琢带到了他手上 果然很般配 这是母亲最喜欢的东西 本来是一对 一个在檀儿那儿 一个在我这儿 算是给我们的王妃 一个见面礼吧 珍珠受宠若惊 说这么贵重的东西自己根本不配 正要摘下来的时候 却被李初一把按住 事后 珍珠来到闺蜜林志那里倾诉烦恼 称她之所以嫁给李初 只是想找出杀害全家的凶手 根本就不是为了当王妃 如今面对李初所做的一切 心里面总感到很愧疚 林志则劝她要珍惜眼前人 既然对方愿意许诺未来 为什么不试着去接受呢 可珍珠还是摇了摇头 我不是 你还没放下那位太后公子 既然已经识过境迁 就把那段回忆放在梦中吧 还是看眼下的日子吧 可是人的心意 几时说变就变了 不管她是什么王爷 对于我来说 都只是陌生人 怎料珍珠为了不跟李初远房 尽肯求林志帮忙开个药方 把她弄成体弱多病的样子 林志听后有些为难 但在珍珠的软磨硬泡下还是答应的 另一边 崔彩萍听说李初送给珍珠手镯的事情 心里面恨得咬牙切实 光兵王妃之位 本该就是我的 却偏偏冒出个沈珍珠 一个穷酸姑女吧 殿下居然在新婚之意 抛下我去寻她 沈珍珠 我定要给你点颜色看看 李初为了讨好珍珠 可谓是煞费苦心 得知她喜欢吃冰糖葫芦 不惜跑遍整个京城才买到一只 吃着许久没吃过的零食 珍珠心里有说不出的感动 顾京觉得这个男人其实也挺好的 看珍珠吃得满嘴都是 李初十分贴心地帮她擦掉 却无意中发现她的脸蛋冰凉 紧接着又摸了摸手 也是像冰块一样 于是立刻命人把暖炉升起来 室内温度必须达到16度以上 没想到不升不要紧 只见张德玉端着暖炉一进来 众人仿佛来到了资博烧烤厂现场 张德玉 你这耍的什么宝 我 素词向李初抱怨说 闻景格收到的全是劣质弹 他们小姐嫌呛 宁可挨动也不升暖炉 李初听后火冒三丈 立刻召集所有家丁到院子里集合 在一番询问后才得知 内务总管认为珍珠好欺负 为了中饱私囊 竟将闻景格的银骨炭全都卖掉了 并且换成了受潮的劣质炭 李初对此勃然大怒 立生斥责和林一监管不利 取消他的年终奖以示惩罚 并且宣布从今往后 内院所有事务全交给沈珍珠打理 所有人都不能有任何怠慢 此时此刻李初俨然成为了护妻狂魔 崔彩平得知这个消息震惊万分 为了泄愤竟狠伤了身边的侍女 决定对沈珍珠正式宣战 女人将一只九块九包油的手镯摔了个粉碎 沈珍珠那个贱人 竟敢耍弄我 原来就在昨晚 李初为了帮珍珠在王府中立威 宣布内院事务全部交由她打理 崔彩平得知后心怀不满 隔天一早便来找珍珠的茶 沈珍珠 叫你这种小地方来的 怕是府上十令年节 你连听都没听说过 居然还敢妄想打理内院事务 简直是笑掉大牙了 珍珠并没有跟她正面冲突 而是吩咐侍女帮她在地上寻找大牙 崔彩平气急败坏 指着珍珠破口大骂 见李初走了进来 反而还恶人先告状 硬说珍珠故意羞辱自己 洪蕊立刻向李初解释缘由 殿下 崔如人说 我家夫人让她笑掉了大牙 恕奴婢愚笨 没能帮崔如人在地上找到她的牙 眼看崔彩平下不来台 珍珠决定见好就收 便主动向她赔礼道歉 当着李初的面 崔彩平不好继续发难 却提出要珍珠手上的玉琢作为赔罪礼 珍珠犹豫了一下 说手镯现在不方便取下来 等回去抹点肥皂撸下来再给她送去 李初眼看自己送给珍珠的玉琢 被她这样轻易地转赠她人 随即骂骂咧咧地转身离开 事后 珍珠为了哄李初开心 特意给她送来亲手熬制的胡辣汤 李初还在气头上 赌气让她拿给别人喝 反正她那么大方什么都可以送人 珍珠并没有解释 只是把汤放在了桌子上 就在这时 李初突然看到了她手上的玉琢 不禁感到有些诧异 你没给她 给了呀 给的是我自己的那一只 跟这个 有点相似 珍珠 你可知道 崔彩平可不是好糊涂 我没糊弄啊 她当时 要的就是我手上那一只 我给她的也是那一只啊 若是崔如人 怪自我弄错了 那东郎你可要为我作证啊 李初心情大好 隔天便带着珍珠上街疯狂购物 一直到半夜才满载而归 各种国际大牌摆满的桌子 李初面露羞涩 表示今晚想要跟珍珠切磋一下 怎料话音刚落 珍珠竟开始剧烈咳嗽起来 太医诊断后表示 珍珠最近有点内分泌失调 需要吃乌鸡白凤丸慢慢调饮 最后还不忘叮嘱李初 在用药期间千万不能行房事 希望殿下一定要hold住 李初只能故作淡定 表示自己会尽量克制 却不知珍珠为避免跟她远房 故意吃了一种特殊的药物 眼看李初对珍珠关怀有加 崔彩平心里极度不平衡 便将女总管和灵依喊到面前 挑唆她跟自己一起对付沈珍珠 王妃之味 一定是我的 你可好好掂量清楚 怎料和灵依根本不吃这套 奴婢只有一个主责 那就是殿下 至于谁输谁赢 谁做了王妃 都跟奴婢没有关系 奴婢无需点亮 你我肚子 最后何灵依还不忘提醒说 她手上戴的玉琢 其实是地摊货 根本不是殿下送给珍珠的那只 崔彩平这才意识到 自己只是个小丑 当即将玉琢摔了个粉碎 然后跑到母亲那里诉苦 让她劝姨妈杨贵妃出面 对付沈珍珠 韩伯夫人说她已经打听过 沈珍珠现在病得 连内事都做不了 李处对她丧失兴趣 是早晚的事 如今最重要的是 肚子要争气 只要能怀上殿下的孩子 将来正非之位就跑不了 哪有那么容易啊 最近殿下 就跟算准了日子似的 总在我星期前后来 要怀上 太难了 她算准了日子来找你 你也可以算准了日子 去找她呀 傻 是珍珠 这是你自救的 珍珠为了不跟李处原房 一直在偷偷服用药物装病 这天素慈在掩埋药渣的时候 恰巧被一个侍女看到 等素慈离开后 她偷偷取出一些药渣 然后拿到了崔彩萍的面前 奴婢查过了 这药会使人气血虚弱 沈如仁夜夜在房里偷偷熬制 不知做何用 崔彩萍以为珍珠想要加害殿下 随即将此事告诉了李处 可任凭崔彩萍说的天花乱坠 李处也不相信珍珠会加害自己 于是三言两语便将其打发出去 这时候何灵依突然开口 表示崔如仁并没有说谎 因为她之前去沈如仁的房间时 隐隐约约能闻到一些药味 跟这药渣的味道极其相似 李处将信将疑 立刻前去找珍珠问个明白 却无意中听到了房里的谈话 得知原来珍珠之所以偷偷服药 竟是为了避免跟自己行周公之礼 李处顿时火冒三丈 进去直接将红蕊和宿瓷轰了出去 质问珍珠为什么要糊弄自己 见她始终一言不发 李处已然彻底失去耐心 便用力把珍珠推倒在床上 打算用实际行动将其征服 在珍珠的苦苦哀求之下 李处这才渐渐恢复理智 将四十米长的大刀收了起来 最后气急败坏地夺门而去 李处无法原谅珍珠的再三欺骗 于是下令把她关进一座废弃的庭院 崔彩萍小人得志 如愿成为王府中唯一的女主人 可即便如此 她依然没打算放过珍珠 决定趁此机会涌出后患 她让瑶儿假装好心 每天给珍珠送去一碗鸡汤 殊不知里面放了难以察觉的慢性毒药 珍珠喝了之后身体变得越来越虚弱 直到这天夜里 她起来喝水的时候突然晕倒在地 红蕊一边敲门一边大声呼救 希望外边的人能够示意援手 此时何灵依恰好从这里经过 但她却装作没有听见 嘴角还露出一丝邪魅的微笑 因为她也深爱着李处 所以珍珠一直是她的眼中钉 好在只是有惊无险 第二天珍珠终于苏醒过来 但却头昏脑胀的厉害 便提出到外面呼吸下新鲜空气 来到院子里 一向乐观的珍珠突然消极起来 觉得自己快要不行了 我不能死在这儿 而且我还有好多话想要对她说 就在这时他们突然看到 有人在外面放风筝 红蕊见状立刻跑过去大声呼喊 听着歇斯底里的求救声 李处最终还是心软了下来 于是不顾崔彩萍的阻拦来到了别院 殿下 殿下还有事要忙 没时间听你在这儿杂耍 殿下 我们回去吧 想来是沈如人在偏院住酒 寂寞 那我们就听完一曲 再做一把 殿下 不可 沈如人 他居心叵测 殿下 我们还是回去吧 若这一曲 要是让殿下听高兴了 殿下可否与我单独一叙 我有话想说 听说男女一起泡温泉可以包治百病 在阴阳调和的作用下 重度昏迷的珍珠很快苏醒过来 当发现自己身在李处的怀中 她感觉像是在做梦一样 原来 珍珠为逃避原房一直在吃药装病 李处为此大发雷霆 一气之下把她软禁在荒废的别院中 期间珍珠喝了有毒的鸡汤 导致身体每况愈下 最后到了病入膏肓的地步 好在李处听到了别院的求救声 一番斟酌过后 决定放下颜面前去一探究竟 怎料院门打开的瞬间 映入眼帘的竟是一副憔悴的面孔 只见珍珠可怜兮兮地说 想要为殿下秀一段葫芦丝 如果令她满意的话能否单独聊聊 没想到表演刚进行到一半 珍珠因毒性复发而倒地不起 李处见状大惊失色 立刻跑过去查看状况 可就在这时 一口老血从珍珠的嘴里喷涌而出 着实把众人吓了得够呛 太医经过反复诊断 却无法查出珍珠的病因 李处因为有前车之鉴 认为珍珠又吃了什么装病的药 诉词说吃个锤子 平时连饭都吃不饱 更别说吃药了 殿下要是不信的话 可以派人去那院中搜查 那院中无路无躁 奴婢过了饭时 等不到饭送来 想要给夫人热口汤 都没有办法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夫人数天前突然晕倒 之后这些天 醒来的时刻越来越少 奴婢哭着 求着请他们给夫人看病 没有人理会过 求殿下请剑宁王妃 来给夫人瞧瞧病吧 夫人怕事 怕事不大好了 李处听后 立刻命人请来了剑宁王妃 好在慕容林之医术经寨 通过化验指间的血液 查出珍珠种的是一种 叫蜂香草的奇点 这蜂香草极为难得 几乎无法查觉 寻常大夫也诊断不出来 这毒 必是慢慢地下入她体内 仙城的沐浴之时 有体肤侵入 在混入食物中侵入体内 听说负责送饭的侍女嫌疑极大 李处随即命和灵依前去捉拿 灵志表示要解珍珠身上的毒 最好找一个有温泉的地方 得知大事人李白 最近开了一家温泉会 李处当即决定送珍珠前去疗养 在灵志无微不至地照料下 珍珠体内的毒素已经基本清除 此后每天坚持泡温泉半个时辰 不出半月就能恢复健康 随后 何灵依前来向李处复命 说负责送饭的侍女早已离开王府 找到的时候已被杀人灭口 李处一猜就是崔彩平所为 而给她出谋划策的人 必定是她的舅舅杨伯中 现在凶手已死无凭无拒 围经之计只能假装毫不知情 李处抱着珍珠浸泡在温泉中 80度的水温可谓是恰到好处 极致的体验使珍珠很快苏醒过来 无意间她看到了李处手臂上的咬痕 于是追问她的由来 这不过是本王在年少的时候 去江南游离 救了一个落水的小女孩 给她治伤的时候 她忍不了疼痛 也可咬在了我的手臂上 珍珠顿时菊花一挤 脑海中不禁浮现出当时的情景 不疼 不疼 不 对不起对不起 我留疤吗 我没事 缘分就是那么神奇 梦里寻她千百度 没想到竟是眼前的李处 我好傻 明明你就在眼前 我却一直没发现 此时懵逼的李处一脸懵逼 不知道珍珠就是当年那个女孩 你一直念念不忘的 此时非她不嫁的男人 就是本王 此刻的男人感觉像是做梦一样 想不到兜兜转转一大圈 那个她视作情敌的男人 原来竟是自己 情到农时 两人忍不住拥吻在一起 在这间破旧的茅草屋里 他们终于成为了真正的夫妻 今天早上的时候 珍珠独自来到寺庙祈福 离开的时候 遇上了青梅竹马 一起长大的安庆旭 她向珍珠真情告白 并且要带她远走高飞 没想到珍珠却断然拒绝 安庆旭感到大惑不解 莫非你这么快就爱上了李初 我不是爱上了李初 而是我一直爱的人 就是她 你说什么 你知道吗 我苦苦寻觅的太湖公子 就是李初 她就是当年救我的那个少年 听到此话 安庆旭情绪开始激动起来 试图打赶琴牌 让珍珠回心转意 可珍珠的态度十分坚定 她的心里面就只有李初一个人 再也无法容纳别的男人 李初在一旁听到这番话 嘴角忍不住上扬起来 安庆旭怒吼说李初算个锤子 哥哥我才是守护你十几年的人 珍珠则表示感情不是时间才能决定的 希望你能找一个值得你爱的女人 很明显老娘并不是 说完便决绝地快步离开 只留下安庆旭独自站在风中凌乱 珍珠满怀心事地走在街上 李初冷不丁地出现在她的面前 然后从身后便出来一串冰糖葫芦 珍珠满脸娇羞地接了过来 方才的不愉快瞬间烟消云散 就这样两人手拉着手逛起庙会 还没走出多远 就被一群跳绑场舞的面具人吸引过去 正当他们看得津津有味的时候 一个面具人突然掏出匕首 朝着李初猛刺了过来 千军一发之际 幸好珍珠眼疾手快用力将其推开 李初虽然身手不错 怎奈对方人多势众 于是拉起珍珠像狗一样疯狂逃脱 便是具有条万年不变的规律 主角被追杀的镜头一定是悬崖 当然这次也不会例外 在杀手的步步紧逼下 李初和珍珠双双坠入万丈深渊 毫不意外 珍珠在主角光环的加持下很快苏醒过来 见李初躺在那里一动不动 还以为他领了盒饭 随即一顿小拳拳锤在他的胸口 一刻起身继续逃亡 经过一天的长途跋涉 他们早已是身心俱疲 看到路边有座废弃的小屋 于是决定进去暂住一晚 珍珠找到一男一女两身粗布衣服 两人一拍即合 决定穿上体验一下当百姓的感觉 随后两人躺在草梦丝床垫上畅谈人生 看着心爱的珍珠 李初不禁感慨万千 说自己总是对他琢磨不透 一开始 你不情不愿地嫁给了本王 任凭本王怎样的付出 你都不能接受 后来 你一面向本王射 一面又想尽各种办法来躲避本王 让本王一度以为 你就是为了想要当上王妃 而故意接近本王的势力 可今天 你有使命救了本王 珍珠 你到底是怎么想 此时此景 珍珠终于说出藏在心底的话 我当初亲王府 确实是因为嘉宾 也是因为当初的那个诺言 不敢对冬郎付出真心 但是冬郎对我的好 珍珠并非不知道 我一因冬郎而斗摇 又恨自己守不住初心 可是直到那一天 在温泉 我才发现 原来天涯的海角找的恩人 此刻就在眼前 我才发现过去的自己 是多么的傻 李处听后欣喜若狂 原来他们之间 竟是双向奔赴的爱情 这个夜晚必定令人终身难忘 男人同时娶了两个妃子 可偏偏不爱的 那个怀上了孩子 李处怎么也想不通 明明都是在他 安全期的时候重新的 最后还是出现这样的结果 尽管珍珠感到失落至极 但还是向李处表示祝贺 毕竟自己不是对方唯一的妻子 事情既然已经发生 只能努力克制情绪 尽量地包容丈夫 李处为此愧疚万分 随即找来何灵一心事问罪 则问他怎么会记错 崔彩萍的安全期 何灵一立刻狡辩说 应该是崔彩萍偷偷吃了药 强行改变了大姨妈的活动规律 如今杨国中如此猖狂 才让他的侄女 怀上了本王的血脉 那岂不是让他的广平王府 跟进越扎越深 何灵一建议干脆 他不会把这个孩子做掉 结果导致李处更加恼怒 放肆 即便是崔彩萍所生 那是本王的孩子 虎毒不识子 岂轮得到你在这网络生死 属下不敢 这天 崔彩萍的侍女杖的主子怀孕 私自成了一碗珍珠的莲子粥 素词健壮立刻上前制止 这是我们文锦阁的 我们家小姐可饿不得 你们家小姐可以等 你等吧 先来后到 这是我们文锦阁先要的 管你谁先谁后 你们家儒人 如今也得给我们家小姐让路 要说事情的次数 你们家儒人 可一点不比我们家小姐少 怪就怪他肚子不争气 可怨不得人 可架不住殿下疼我们小姐 该是我们的就是我们的 不会因为儒人怀了云 就破了规矩 崔彩萍听到这话 上前狠狠扇了素词一个大逼动 并且让他跪在地上 伺候自己吃饭 珍珠得知后 立刻跑来为素词求情 可崔彩萍并不想就此罢休 还故意将滚烫的粥交在素词手上 珍珠心疼不已 立刻上前把碗接了过来 然后跪在地上亲自服侍 崔彩平静时 好在此时韩国夫人走了进来 示意女儿不要把事情闹大 珍珠这才得以带着素词离开 事后 韩国夫人获悉这粥本是沈珍珠的午饭 心中顿时产生几分疑虑 因为沈珍珠向来无辣不还 现在饮食变得这么清淡 背后一定有什么原因 珍珠最近总是感到胸闷气短 于是请来太医检查身体 殊不知自己已经怀有身孕 可太医并没有向她透露 而是将这个消息告诉了韩国夫人 崔彩平顿时就炸了锅 娘 怎么办呀 本来殿下就被那个胡医生给迷住了 这要是沈珍珠 怀了一个小殿下 我要是怀的是个小郡主 沈珍珠 她知道自己怀上了吗 据微诚观察 貌似不知 封死这个消息 她说知道了 我第一个饶不了你 是 韩国夫人向女儿保证 绝对不会让沈珍珠的孩子瓜熟蒂落 隔天一早 珍珠正准备外出办事 韩国夫人随即使了个眼色 侍女心领神会 借着放风筝 故意把路过的珍珠撞倒在地 结果导致脚崴了一下 紧接着 韩国夫人又假装好心 帮她请来骨科医生 开了大量活血化瘀的药物 打算神不知鬼不觉除掉她的孩子 珍珠却是乐呵呵地欣然接受 她以为韩国夫人是在向自己示好 几天后 李处抱着珍珠外出赏局 恰巧遇到了李潭和林志两口 一番寒暄过后 兄弟俩便相约去了麻将馆 林志听说珍珠最近崴了脚 而且还总是感到胸门气短 于是顺便给她耗了耗脉 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谁给你开的活血药 你对我身孕了 怎么能用活血药呢 身孕 你说什么呢 林志你是不是搞错了 张太医前几天刚给我把过脉 他说我不过是气血虚啊 已经有一个月的身孕了 他什么用意啊 诊断不出来 何况是太医 除非 他是故意不告诉你 珍珠这才如梦初醒 原来自己是被崔彩萍母子给算计了 女人喝下一碗安胎药 结果下一秒就腹痛男人 幸亏太医抢救及时 崔彩萍才捡回一条小命 只是肚子里的孩子已经夭折 韩国夫人百思不得其解 女儿刚才还好好的 为什么转眼间就会流产 太医经过检测 发现崔彩萍的安胎药中 居然含有可治人滑胎的伤路 韩国夫人顿时就傻了眼 想不到居然会偷击不成十八米 原来 她为了打掉珍珠肚子里的孩子 便让侍女趁机在她的药罐里加了伤路 本以为事情做得天衣无缝 不成想和灵依恰巧看到 脸上还露出一丝邪恶的微笑 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 韩国夫人随即贼喊捉贼 上前狠狠扇了珍珠一记耳光 硬说这一切都是她搞的鬼 夫人好见识 珍珠网读几年诗书 倒不知上路有何作用 原来竟可做堕胎之用 珍珠真是灵教了 你休要装作无辜 请臣殿下不在府上 下毒手害彩萍 还有她腹中的胎儿 夫人不要信口刺光 你看有证据吗 司马昭之心 还有什么证据 我定要将你审珍珠 疾难问罪 你大藏刑律 拿人问罪 是要证据确凿的 眼看双方争执不下 最后只能请太子妃 前来主持公道 为了查明真相 太子妃让人将珍珠 和崔彩萍的药罐都拿了过来 太医鉴定过后直言奇怪 崔彩萍的安胎药并没有异常 反而在珍珠活血化瘀的药中 发现了大量商路 为了进一步查证 太医又检测了崔彩萍用过的药碗 这就更奇怪了 这崔如人服的 竟然是沈如人的药碗 韩国夫人闻颜色变 随即对着珍珠倒打一耙 敢来如此 你怕让丫头下药 已被人察觉 所以只在自己的药中下商路 然后只要让宿慈 找尖会调坏药罐 以为这样就不会被人发现了吗 你好恶毒的心 娘娘 奴婢是被养了呢 奴婢什么都没有做 你还敢遵应 韩国夫人像疯狗一样咬得宿慈不放 为了迫使她招任禁令人动用私刑 就在珍珠被赶无助的时候 幸好李处及时赶了回来 我这府上 何时成你们的刑场了 出而有所不知 殿下 你的孩儿被人害死了 下药的凶手已经找到 就是你沈珍珠身边的贴身丫鬟宿慈 他不过一个下人 背后定有人指使 请夜下为太平做主 为您那位出事的孩儿做主啊 就在这时 珍珠突然想到一个 揪出凶手的办法 跟太医而语过后 太医立刻心领神会 声称伤鹿的味道十分特殊 触碰之后指尖会有味道残留 只要检查所有人的手 就能得知谁才是下药之人 诉词深正不怕影子歪 立刻伸出手去让太医检查 可轮到崔彩平的侍女的时候 却因顶不住压力而当场认罪 殿下饶命 娘娘饶命 奴婢只是奉命办事 听从主族的安排而已 奴婢只是将伤鹿下到 沈珠人的药管之中 却不知何人调换了药管 请殿下饶命 殿下饶命 娘娘饶命啊 事到如今 韩国夫人依然死鸭子嘴里 口口声声说 他们被沈珍珠收买了 怎料话音刚落 侍卫就带来了 从崔彩平那里搜出的商路 韩国夫人 你这不成了贼喊捉贼了吗 韩国夫人谋害皇家子嗣 把她绑起来 带到父皇面前 让她自己解释吧 我看你们谁敢动我 我可是贵妃娘娘的亲姐姐 就在这时 崔彩平跌跌撞撞跑了进来 跪地恳求李处放母亲一马 然而李处早就对他们一家恨之路 随即用力把她推了出去 结果导致韩国夫人 因情绪激动当场休克 与此同时 珍珠也突然感到腹部一阵剧痛 紧接着晕倒在地步行人事 事后灵智通过诊断 发现珍珠的孩子竟然也没有了 我的孩子呢 孩子 与我们无缘了 珍珠自从怀孕以来 每天都谨小甚微 想不到最终还是被人算计 就在痛不欲生的时候 猛然想起 凶手就是女管家何灵依 因为就在她处于昏迷之中时 隐约之间听到了何灵依的声音 可是李处却并不相信 认为珍珠只是身体虚弱 而产生的幻觉 在珍珠的再三要求下 李处只好把何灵依喊了过来 面对珍珠的指控 何灵依承认宣旨是她送来的 但绝对没有动过任何手脚 你胡说 就是你 是你在送来的宣旨上进了华太阳 对 牛七草汁 牛七草汁 牛七草 牛七草汁 我昏迷的时候 你自己亲口说的 何灵依称自己根本不知道 牛七草是何物 更何况珍珠处于昏迷之中 怎么可能会听到自己说话 这时太医拿来了珍珠所用的宣旨 确定并没有任何异常 灵依也拿起来仔细闻了闻 得出的结论同样是普通的宣旨 珍珠不愿相信这个结果 于是不顾身体虚弱跑上前去 亲自闻了闻宣旨上的味道 发现这些宣旨根本就不是之前的那些 何灵依装作一脸无辜 表示十分理解她失去孩子的痛苦 假如她一定要找个人出气的话 自己愿意背这个黑锅 李处听到此话 自然而然打消了疑虑 说珍珠一定是错把梦境当成了现实 见深爱的丈夫不相信自己 珍珠的情绪随之彻底崩溃 李处 你一个信她也不信我是不是 你走 你走啊 你们都走 等一下 珍珠现在情绪很不稳定 我还陪着她玩 趁着李处和灵侄外出说话的功夫 何灵依终于露出真实嘴脸 你只不过是和其次 殿下又怎么会因为你 而迁怒我这个她最亲近的人 事后 李处再次询问和灵依关于宣旨的事情 没成想她的反应十分过激 竟突然拔剑打算以此明智 然而她这一举动 反倒引起李处对她的怀疑 如果让本王查出真相 本王自会用本王的手段来处理 到时候 你就绝不是谁提前自我 这么简单 从今以后 佛上的事物 你就不要再接触了 另一边 灵智听了珍珠的一番讲述 终于相信何灵依就是幕后凶手 不禁替珍珠捏了一把冷汗 身边竟然有如此心机诡秘之人 此刻珍珠突然意识到 崔彩萍流产必定也是何灵依搞的鬼 要不然那晚本该害她的华太阳 好端端怎么会被崔彩萍自己喝下 如今想来 这是何灵依早就不好的一箭双雕的剧 何灵依为什么要这么做 为什么 因为她不甘心只做李处的死事 因为她爱她 她不能容忍任何女人还上李处的孩子 她不能让任何女人 在这个王府里稳固地坐上女主人的位子 这个何灵依实在是太可怕了 当天夜里 何灵依化了一个美美的妆容 只为庆祝今天的完美胜利 并且幻想着跟李处在一起的幸福画面 随后她拿起酒杯 向镜子中的自己表达崇高敬礼 心里默默地说了句你真牛逼 却不知珍珠将很快叫她怎么做人 六十岁的婆婆居然怀孕了 一旁的儿媳顿时菊花一景 因为就在前不久 灵智外出采药的时候不小心跌落悬崖 误打误撞来到了一处幽静的别院 却无意中看到令她三观阵列的一幕 婆婆竟然在和一个陌生男人私会 由于太过紧张 灵智不小心弄出了声响 屋里的男人听到后立刻跑出来查看 幸好灵智及时离开才没有被对方发现 却不慎将随身携带的手帕遗落在现场 如今听到太子妃怀孕的消息 灵智不禁想起曾给太子检查过身体 发现公共气血不足肾虚体弱 已经完全丧失了声誉能力 只是这种事情难以启齿 所以当时并没有如实相告 太子妃看灵智的反应如此紧张 再结合那块手帕上面的图案 确定那日发现自己秘密的人就是灵智无疑 为了消除隐患 太子妃决定一不做二不休 随即命人让灵智彻底闭嘴 而此时的灵智 整个人还处在极度凌乱之中 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件事 毕竟婆婆给公共戴了这么大一顶帽子 难道说就只能装作毫不知情 却不知危险正在悄悄靠近 就这样 灵智被杀手打晕后悄无声息地掳走 马车上的剧烈颠簸很快让她苏醒过来 显然对方是打算在荒郊野外动手 好让她在这个世界彻底消失 多亏灵智随身携带了防狼喷雾 就在杀手拿刀刺来的时候 果断弄瞎了对方的狗眼 紧接着跳下马车准备逃走 另外一个杀手剑撞 拔剑直接向灵智劈了滚 就这样 灵智仅凭一瓶防狼喷雾 就轻松搞定两个标情大汗 所以在这里提醒女孩子们一句 出门在外一定要学会保护自己 身负重伤的灵智跑到附近的镇子上 恰好遇上两个长相猥琐的男人 灵智已经顾不了太多 于是拿出自己的贴身玉佩 恳求他们去贱宁王府传信求助 不成想这两个家伙是赌诚信 他们见玉佩价值连城 再加上灵智长的如花似玉 便不由地起了歹心 转头就把他卖给了妓院老板小赚了一米 而此时的李谭健宝贝媳妇不见了 急得像是热锅上的蚂蚁 马上把府里所有的下人都给我派出去找 一定要找到王妃 是 堂堂王妃居然被拐卖到妓院 期间他受尽各种非人虐待 老板为了逼迫他接客 竟在他身上落下一个极具侮辱性的娼子 可是即便如此 灵智宁死都要守住自己的清白 你杀了我吧 你杀了我吧 哎呦 杀了你 我还犯王法 你要是不听话 我有一千种办法 让你生不如死 另一边 身为丈夫的李谭想尽一切办法 可依然没有灵智的任何音许 几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这天李谭在外面借酒消愁 听到隔壁包间的人正在议论剑宁王妃 言语中充满了侮辱和诋毁 这无疑点燃了李谭心中的怒火 于是拿着酒坛冲过去给对方开了瓢 几个朋友生怕事情闹大 连忙拉着他去别的地方消遣 最后来到了一家新开的妓院 然而李谭还不知道 他苦苦寻找的妻子正式被卖到了这里 与此同时 林志刚遭受完酷刑晕死过去 老道决定一不做二不休 命人直接把他抬到客人的房间去 好巧不巧 喝得醉醺醺的李谭正好迎面走来 夫妻俩就这样遗憾地擦肩而过 突然 一阵风吹掉了林志头上的杀精 林志也随之渐渐清醒过来 于是下意识地开始拼命挣扎 结果导致手上的童心结掉落在地上 李谭听到微弱的声响猛然回过头来 一眼就看到了他送给林志的童心结 由此可以断定刚才的女人一定就是林志 随即发疯式地挨个房间寻找起来 此刻林志为了守住清白 正拿着碎瓷片跟客人周旋 就在他深感绝望之时 只见李谭一脚踹开了房门 这一瞬间 仿佛一道强光照进了林志黑暗的心灵 眼前的情景让李谭怒火中烧 随即开启了狂暴模式 先是抓住重达三百斤的客人 用力将其摔到了桌子上 紧接着把闻讯赶来的保安全部打倒在地 最后奋力一脚 把可恶的老宝踹到楼下当场扭恨西 李谭随即掏出令牌 向楼下的吃瓜群众大声喊道 今日之事 谁也不曾看见 若要多说一个字 家破人亡 我见灵王李谭 说到做到 随后 李谭回到房间 把惊魂未定的林志景 紧用入怀中 然后把同心结重新带到了她手上 捧起她的脸蛋温柔地说道 别哭了 我带你回家 我们回家 别哭了 此时林志终于安下心来 最后疲惫不堪地倒在丈夫怀里 本以为这场噩梦已经结束 殊不知另一场噩梦即将到来 女人疯狂擦拭着身体 即便是已经洗了十次澡 她还是觉得自己肮脏不堪 直到将一盆冷水浇到头上 不安的情绪才得以平静下来 原来林志被卖到妓院受尽各种凌辱 就在她彻底绝望的时候 幸亏丈夫李谭及时出现 最终把她从魔窟中解救出来 本以为这场噩梦已经结束 可刚回到家里 李谭突然变得异常暴躁 不停地逼问林志 这段时间她到底经历了什么 可林志已经产生了心理阴影 死活都不愿意再提及此事 在李谭的心目中 林志始终是那个纯洁无瑕的女人 因此无论如何都接受不了她被玷污的现实 见李谭要离开 林志苦苦哀求她留下来陪着自己 因为她现在需要的是丈夫的安慰 而并非毫无意义的复仇 只可惜李谭不懂这个道理 这件事绝不会就这么算了 我要让他们付出代价 你身子太虚了 我去找个太医给你看看 你自己也再去洗洗干净 等我回来 这句话像真一样刺痛了林志 她知道李谭是在嫌弃自己 便开始一次又一次地洗澡 希望能抹掉这段黑暗的经历 与此同时 李谭带人又来到了妓院 一把火将这个肮脏的地方烧成了灰烬 然而还是未能解恨 接着她又把老板抓了起来 拿着小皮鞭一顿疯狂输出 一直打到皮开肉绽为止 林志希望李谭能够将此事翻篇 便特意做了一桌丰盛的饭菜 来缓和他们之间的关系 可李谭却始终板着一张臭脸 还是不停地往林志的伤口撒盐 追问她到底是如何被卖到了妓院 林志彻底心灰意冷起身离开 李谭却一把将她拉住 吓得林志立刻捂住了脖子 李谭见状随即强行掀开她的衣领 看到了那个极其刺眼的唱字烙印 然后下一秒当场崩溃 你为什么不把她去掉 你为什么不把她去掉 你不是懂医术吗 你为什么不把她去掉 男人 穿残医 穿残医 别 别殿下 殿下 别 别让别人知道 不要告诉别人 别让别人知道 求你的殿下 别 不要让别人知道 我 我 我自己不会去掉的 在林志第三下司的哀求中 李谭这才逐渐平静下来 嘴里喃喃地说了一句 去得掉 林志回到房间 下定决心要把身上的烙印去掉 就在她专心给手术刀消毒的时候 太子妃突然走了进来 表面上是来看望林志 真正目的是来试探她都知道些什么 因为林志之所以会遭此劫难 全都是拜太子妃所赐 见林志已经精神失常 对先前发生的事情一问三不知 太子妃这才放下心来 于是问她拿刀干什么 林志听后 立刻下意识地捂住了脖子 太子妃心生好奇想要看看 结果引发林志的剧烈反弹 太子妃见状菊花一几 随即像狗一样逃离了现场 女人被丈夫逼到悬梁自尽的地步 心如死灰也莫过于如此 原来 林志先前被拐卖到妓院 经历了一场可怕的噩梦 作为丈夫的李潭妃 但没有半句安慰 反而还一次次地救世重提 结果导致她精神变得失常起来 更过分的是 太子李亨得知林志的遭遇后 生怕皇家生育会因此受损 竟毫不犹豫地责令儿子休妻 李潭虽然对林志有几分嫌弃 但自始至终都没有想到离婚这一步 于是苦苦哀求父王收回成命 此事由不得你也由不得孤 倘若你再如此拖延下去 拖到最后等来的 会是你皇爷爷的一道秘纸 那秘纸上很可能就写着 让他自意 这番话让李潭几乎崩溃 但为了保住林志的幸运 只能下决心将其修掉 随即将一纸修书送到了林志面前 林志无法接受如此残酷的现实 于是选择用死亡来结束这一切 幸亏好闺蜜沈珍珠发现及时 才避免了一场无法挽回的悲剧 当天夜里 李潭在大雨倾盆之中疯狂砍树 以此来发泄心中的郁闷 结果导致一病不起 就连太医也束手无策 危及关头 李潭只好跑去向林志求助 希望他能念在昔日情分上救救李潭 珍珠对李潭的所作所为恨之入 无论如何都不让李出进门 怎料就在这时 林志却从屋里面走了出来 难道你心里还是放不下他吗 我爱他 也恨极了他 可我始终不能看着他去死 慕容姑娘大意 半王在此先谢过了 起吧 林志通过诊断 发现李潭患上了严重的肺积水 因气到受阻随时都有咯屁的可能 违京之计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划开胸口将积水排出来 太子见这个方法太过凶险于是连忙阻止 林志当即立下军令状 如果林志没能救下殿下 林志愿意陪他一起去死 不会让他孤单的 父安 谭弟现在的情况已经不能更糟了 不如就冒险一试吧 事到如今 太子只能同意林志开始手术 在林志的一番猛虎操作后 李潭终于得以转位为安保住了性命 接下来 林志守在床前无微不至地照料着李潭 等他苏醒过来的时候 林志将签好字的和离书放在他的身边 林志 我想清楚了 我后悔了 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我们俩都在一起 我们俩一起扛着 好吗 别傻 你根本就忘不掉那些事情 我们再也回不去 说完之后 林志摘下定情的玉琢还给他 除此之外 还有那串象征他们永不分离的同性节 然后决绝地转身离去 李潭看着林志离开的背影 歇斯底里地叫着他的名字 然而对方再也没有任何回应 悲痛欲绝的李潭躺在床上嚎啕大哭 他知道自己失去了此生之爱 由于林志连日来遭遇太多打击 此刻已然到达承受的极限 最终晕倒在珍珠的面前 神奇的是 当林志苏醒过来的时候 居然忘记了自己和李潭之间的种种过往 对他来说或许这是最好的结局 珍珠你怎么 你怎么梳这样的头发像个娘娘一样 咱们都是未出阁的姑娘 你这么打扮 沈婆婆又该骂你了 林志 你怎么了 女人结束了令人羡慕的婚姻 一觉醒来竟然失去了记忆 可前夫之间的点点滴滴 已经忘得一干二净 变回了曾经那个无忧无虑的林志 也许这就是不幸中的万幸 相反 离婚后的李潭整日浑浑噩噩 只能依靠酒精来麻痹空虚的灵魂 这天他在河边思考人生的时候 惊奇地发现林志就在身旁洗手卷 于是连忙轻声呼唤他的名字 林志 公子 你认识我 你叫我什么 林志 我知道以前是我不好 是我做错了 我知道错了 我知道是我一时糊涂 我 公子 公子你我素不相识 还请你自重 林志 去马上那儿等我 李潭正要追上去一问究竟 却遭到林志师父的立声责骂 曾经将林志逼到死地的 不正是殿下您吗 何必在此时惺惺作态 还请殿下 今后不要再骚扰她 与此同时 太子妃提议在帮李潭找个老婆 借此来改变她消沉低迷的状况 老太子愁得淡疼 不知道该从哪里找合适的姑娘 毕竟二婚男人有些鸡肋 太子妃表示她正好有个侄女是单身 要不要找个机会让他们见见 太子一听当即表示赞同 这天 最熏熏的李潭回到卧房 身后突然传来熟悉的琴声 李潭以为是林志立刻转身寻找 却发现弹琴的竟是个陌生的妹子 你是谁 小女窦莲儿 拜见贱宁王殿下 莲儿是太子妃娘娘表兄 太父亲窦如之之女 殿下饮酒伤身 莲儿特备下解酒茶 望殿下保重身体 本王才刚来 窦小姐就已备下解酒茶 早已恭候多事 真是善己人意啊 殿下是莲儿将来的夫君 莲儿自当事实为殿下考虑周全 你说什么 随后李潭气势汹汹地来到大厅 当着众人的面 毫不留情地回绝了这门包办的婚室 窦小姐 艳俗无双 潭无以为配 娘娘 这 她儿喝醉了 胡说八道 孩儿惊醒得很 父王和母妃也不必向皇爷爷请旨 就算皇爷爷下旨 孩儿也必定抗旨不尊 到时候闹起来 两边的面子都不好看 窦小姐 不必自取其辱了吧 说完便潇洒地转身离开 只留下众人面面相去甘大不已 这天 李潭像往常一样在街头买醉 冯尚书正好今天过生日 非要拉着李潭进去做作 见对方盛情难却 李潭也只好恭敬不如从命 正所谓冤家路窄 窦莲儿的父亲窦如之看到李潭后 当众质问他为什么羞辱自经于人 李潭不想跟他废话转身就要离开 怎料老家伙蹬鼻子上脸 挡在李潭面前非要个说法不可 更过分的是 还提到了前王妃凌智曾经沦落妓院的事情 李潭实在忍无可忍 潇洒地捋了吕风骚的刘海 拔出宝剑让他跪地唱征服 窦如之也不甘示弱 随即拔剑跟李潭大打出手 几十个回合过后 李潭便轻松制服了老头子 怎料就在这时 有人在后面用力推了李潭一下 从而导致窦如之当场隐恨西北 如此一来 李潭成了光天化日之下行凶的杀人犯 殊不知他的大麻烦也即将到来 这是我见过最执着的女人 为了嫁给心目中的男神 居然连尊严都可以不要 原来就在不久前 刚从酒吧出来的李若被一群色狼盯上 带头的胖子掏出工具准备作案的时候 没想到被路过的安庆旭一刀毙命 紧接着 其他几个小弟也相继领了盒饭 安庆旭此番仗一出手 只不过是一时心血来潮 却让李若从此成为他的小名妹 并决定此生非他不嫁 李处得知后第一个坚决反对 因为此人性格偏执 而且情绪极不稳定 更何况他的父亲安露山 最近有起兵造反的苗头 然而李若向来刁蛮任性 对哥哥的苦口婆心根本不屑一顾 李处无奈之下只好把他软禁起来 怎料李若为了达到目的 竟上演了一出绝食抗议的戏码 老皇上得知后匆忙跑来探望 李若便趁此机会说出了自己的诉求 虽然皇上打心里也不同意这门婚事 但为了红宝贝孙女开心 最终还是同意给他和安庆旭赐婚 李若欣喜若狂 随即将这个所谓的好消息告诉了安庆旭 然而安庆旭压根就不喜欢李若 对于他这种强人所难的行为 只会让安庆旭更加反感 我不会娶你的 必须让陛下收回圣意 皇爷爷的口语 哪是说改就改的 太史局已经责定了婚旗 而我 我连嫁衣都准备好了 你既然能让他赐婚 自然有办法 让他打消这个念头 李若知道安庆旭爱的人是珍珠 可现实是他们根本不可能在一起 他已经嫁给我王兄了 他们彼此深爱着对方 他们马上就会有孩子 你的执念 只会伤了你自己 住口 安庆旭 我并不求你能跑去过去 更不求你会将他从心底放下 我只是喜欢你 我心疼你 我想陪在你的身边 让我陪着你 好吗 我不需要 事后 安庆旭找到珍珠 发现他果然怀了身孕 可即便如此 安庆旭还是坚持要带他远走高飞 没想到这时李若也找过来 神珍珠 王后王兄对你真心一片 爱着你 护着你 你居然背着他在外面 和别的男人呵护 咱们先离开这 跟我回王父再说 关于这种四两拨千斤的手段 我可不相信 李若 李若这般过激的行为 难免让安庆旭对他更加厌恶 李若恼羞成怒随即放出狠话 只要圣旨下来 你他喵得到时候就必须任命 随后便来到皇爷爷面前撒娇卖蒙 哀求他尽快下旨让自己和安庆旭完婚 隔天一早 赐婚圣旨果然送到了安庆旭的府邸 没想到安庆旭刚的一批 就连皇上的命令也不放在眼里 无论如何也不肯接受圣旨 更加令人始料未及的是 他为了能够离开长安 居然公然劫持了李若 高丽氏不敢轻举妄动 只好下令让他们离开 随后 安庆旭骑马带着李若向城外奔去 李初见状意识到大事不妙 随即一脚地板油追了上去 来到郊外 安庆旭把李若绑在柱子上 然后在他头上浇了一瓶二锅筒 并且点燃了火把 以此来威胁紧随而至的李初 生死攸关之际 经此一世 李若对安庆旭彻底死心 想不到世界上还有如此变态的男人 女人足足折腾了三天 可还是没能把孩子生下来 就在他打算放弃的时候 小姑子编造了一个善意的谎言 珍珠听后顿时充满力量 哭斥一下终于把堵在洞口的孩子喷了出来 就在前不久 安路山发动了改写大唐国运的安史之乱 李初作为皇长孙 必须要远赴前线上阵杀敌 他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身怀六甲的珍珠 只不过珍珠向来通勤打理 纵然心中有千万个不放心 但还是给予了丈夫最坚定的支持 并表示一定会等他平安归来 怎料李初前脚刚离开 心狠手辣的太子妃就有动作 趁着珍珠外出的时候 竟派出刺客对他痛下杀手 千军一发之际 幸亏风生一及时出手相救 珍珠这才有惊无险逃过一劫 原来 李初早就料到会有这种事发生 所以命是为全天候无死角的保护珍珠 与此同时 掩在同关的李初 看到街上有卖波浪谷的小贩 于是全款给即将出生的孩子提了一支 然后托熟人连同书信一起带回了长安 没成想这家伙是个半吊子 并没有把东西直接交给珍珠 而是送到了太子妃的手里 太子妃正愁着没机会对付珍珠 没想到机会自己送上门来 随后 他让太监前去告诉珍珠 李初已经不幸战死沙场 然后拿出了李初托人带回的物品 其实珍珠本来不相信是真的 直到看到波浪谷木柄上课的字 他才不得不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 珍珠因悲伤过度从而惊动了胎气 腹部随之剧烈疼痛起来 怎料就在这时 得知噩耗的崔彩萍冲了进来 他看着即将生产的珍珠 心里顿时充满了嫉妒和怨恨 说完便像疯狗一样上前用力拉扯珍珠 关键时刻 多亏风声音从后面一掌将其打晕 珍珠临盆在即 李初的死让她无法安心生产 最终陷入了难产的境地 随时都有可能一尸两命 而这个结果正是太子妃所期盼的 眼看情况危急 李若不管不顾地冲进产房 告诉嫂嫂王兄还活着 现在就在回长安的路上 为了让珍珠彻底相信 李若竟不惜发下毒誓 苍天在上 我李若启示 若此次欺骗嫂嫂嫂 叫我之后 原家一族终生不得再反不妒 两个天啊 哪有这样 嫂嫂你一定要坚持住 你一定要坚持住 我相信 我知道她一定会回来 我相信 她一定会平安回来 珍珠听后信以为真 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 终于成功生下了一个小皇子 殊不知更大的苦难还在等着她 这个痴情的男人眼含泪水 亲手杀死了此生挚爱的女人 安禄山见儿子终于斩断情根 不再被一个女人束缚住手脚 这才心满意足地起身离开 当天夜里 本应该隐恨西北的珍珠 居然神奇般的起死回生 房间里还有个陌生的女人在喝酒 原来 安庆旭的那一件并未刺中珍珠的心脉 之后她又费尽心机 找了一具和珍珠相似的尸体悬挂在城墙上 只为骗过父亲毒辣的双眼 随后 安庆旭把重伤的珍珠送到了独孤静瑶这里 并委托她代为照料 独孤静瑶答应这一切的条件 就是安庆旭要设法取消他们之间的婚约 安庆旭本来就不想娶这个男人婆 这样的条件自然是求之不得 珍珠正坐在床上思念远方的礼处 就在这时安庆旭推门走了进来 看到心爱的女人安然无恙 心里的石头总算是落了地 这段日子 你吃了很多 受了好的 你不愿意见 连一句话 也不愿意跟我说 珍珠这番冷漠的态度 让这个当了几十年被胎的男人彻底抓狂 然而珍珠接下来的回答 无疑又在安庆旭的心口插了一刀 安庆旭则表示没关系 老子我有的是时间 到时候看谁能熬得过谁 说完便怒气冲冲地愤然离去 这天晚上 珍珠突然想到李处曾经说过 在这个太子别院中有一条密道 为了尽快逃离安庆旭的掌控 便开始到处寻找起来 果不其然 聪明的珍珠很快就找到了密道的入口 可让他始料未及的是 密道之中居然埋伏着一个蒙面杀手 千军一发之际 幸亏安庆旭及时出现 又一次让珍珠得以死里逃生 事后 安庆旭向珍珠发出警告 假如他再敢逃跑的话 就杀了伺候他的侍女 善良的珍珠于心不忍 只好暂时打消逃跑的念头 独孤静遥为安庆旭的表现鼓掌较好 这场自导自演的英雄救美非常精彩 安庆旭却识口否认 说哥哥我又不是闲得淡疼 独孤静遥有些诧异 想不到珍珠的仇人竟然有这么多 安庆旭却不敢苟同 他认为珍珠之所以会屡次遇险 全都是因为受了李处的连累 李处那个废物 根本护不住珍珠 你也少五十步笑百步了 你还不是照样 把人家藏着掖着 我也是闲的 操心你们这些事 先别想别的 赶紧处理我们俩的事了 明天我爹就要到长安了 你看着吧 新郎在迎亲的时候 残忍杀害了新娘的全家 而新娘却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新郎满腹疑惑地掀开了红盖头 没想到却是个意外惊喜 新娘居然是他朝思暮想的女人 怎么是你啊 看你为我穿假衣的样子 我想过无数次了 原来 安禄山为了巩固和云南独孤家的同盟关系 决定让儿子安庆旭迎娶独孤静遥 然而安庆旭心中只有沈珍珠一人 所以对父亲的乱点鸳鸯谱十分抗拒 怎奈安禄山向来说一不二 最终还是强行敲定了这门政治婚姻 独孤静遥也是坚定的自由恋爱主义者 所以他要求安庆旭设法取消这门婚事 你放心吧 我不会娶你的 我俩成不了 见安庆旭如此信誓旦旦 独孤静遥这才放下心来 这天安禄山突然收到密报 说是最近种种迹象表明 独孤家有叛变的可能性 安庆旭得知以后 连忙请求父亲取消这门婚事 没成想安禄山毫无底线可言 决定在结婚这天对独孤家赶尽杀绝 所以婚礼还是要如期进行 大婚这天 独孤静遥推开了珍珠的房门 脸上还挤出了一个坏坏的微笑 珍珠满是震惊的问道 你他喵的不是今天结婚吗 怎么现在还穿成这副熊样 本就不是你亲我愿的事 能拖延一时试一试呗 独孤静遥给珍珠倒了一杯茶 希望他能以茶带酒 祝自己新婚快乐 毫无戒备的珍珠自然爽快答应 随即一口就闷了下去 怎料很快就感到头昏脑胀起来 只不过一切为时已晚 我特制的迷药 就会让人口不能言 对旁人言听计算 不过你放心 也就半个时间以后 要离自会消散 你不要怪我 我也是没有办法 当日我与安庆旭定了 我保你姓名 安庆旭想办法取消婚事 可如今他背心弃疑 我也只好请沈姑娘代嫁 你是他一生所爱 也唯有你能代嫁 待到大理寄城 就算发现新娘子不恕 他求人得人 一定会更加高兴 随后 珍珠代替独孤静遥 穿上了凤冠侠笔 在侍女的搀扶下 来到大门口准备上发酵 安庆旭见独孤家的人 已经悉数到气 随即发起了突然袭击 没过一会儿的功夫 现场除了新娘子以外 其他所有人都倒在了血泊之中 安庆旭不想以多欺少 提出要跟独孤静遥担打 却发现对方站在那里 一动也不动 于是满怀好奇地掀开了红盖桶 卧槽 老子不是在做梦吗 眼前的新娘居然是沈珍珠 既然上天把这么好的礼物 送到眼前 安庆旭自然不会错误 索性今天就迎娶珍珠过门 另一边 独孤静遥很快得知了这个消息 在短暂的震惊过后 他以最快的速度赶了回去 结果看到的是亲人冰冷的尸体 留两个兄弟 独孤静遥追上了安庆旭的迎亲队 双方随即在街头展开了殊死激战 安庆旭这边人多势众 很快占据上风 独孤静遥见识不妙 最后只能趁乱救走了珍珠 就这样 两个女人之间的爱恨情仇 也即将拉开序幕 看在昔日情分上 我给你一个快死 下辈子别再来做人了 就在昨天 李若率领娘子军外出执行任务 怎料半路遭到安庆山叛军的伏击 不一会儿的功夫就全军覆没 李若也不慎落入对方的陷阱之中 另一边 珍珠自从逃离长安之后 便和独孤静遥分道扬镳 后来又遭遇叛军的追杀 在侍卫的拼死保护下才侥幸逃脱 由于连日来不停地奔波 筋疲力尽的珍珠最终晕倒在路边 幸运的是 恰巧途经此处的莫言辍将他救下 原来 莫言辍得知安庆山发起叛乱 现如今大唐江山已经岌岌可危 所以特意前来助大唐一臂之力 隔天一早 莫言辍去附近打探消息的时候 意外抓获了安庆山的心腹薛松 并从他口中得知德宁郡主被抓的消息 大唐德宁郡主被掳 金居 身世 抛心抛肝 生起安庆祖 你说的都是真的 军无虚言 莫言辍深知珍珠牵挂着李若 更何况她是李处最疼爱的妹妹 因此决心无论如何也要把李若救出来 另一边 祭祀大典已经开始 只见李若被五花大绑在柱子上 一群巫师围着他跳着诡异的舞蹈 接下来 安庆旭作为主刀医师 将亲自给李若开膛破肚做成人体标本 李若不相信安庆旭会如此狠心 试图用昔日的交情来感动对方 可任凭他再怎么歇斯底里 也无法触动这个冷酷无情的家伙 除了沈珍珠以外别的女人全都是渣渣 就在安庆旭准备动手的时候 薛松突然跑来禀告 说是有紧急军情发生 陛下让他即刻前去商讨 安庆旭信以为真随即匆匆离开 原来 这是现已弃暗投名的薛松 所上演的调虎离山之计 在他的权力协助之下 伪装成祭祀人员的莫言辍 最终成功带李若逃出了升天 安庆旭回到皇宫 得知父皇今天压根就没有见过薛松 这才意识到自己被对方骗了 当即下令对薛松展开追捕 在及时的马车上 珍珠看着惊魂未定的李若心疼不已 忍不住给了他一个爱的抱抱 身后的姑嫂感情令人羡慕不已 怎料还没走出多远 安庆旭就率人拦住了他们的去路 莫言辍二话不说拔刀准备开盖 却被对方的弓箭手射穿了手腕 千军一发之际 只见沈珍珠从马车里走了出来 安庆旭顿时两眼放光 想不到还能再次见到心心念念的你 接下来 珍珠静止来到安庆旭面前 突然掏出匕首架到了他的脖子上 让他们走 我若不可能 你要杀了 让他们走 笙笙 不可 还不快走 珍珠 不愿大哥 就当是我求你了 你快走 以安庆旭的身手 珍珠根本无法对他造成威胁 可是没办法 谁叫他爱珍珠爱得无法自拔 于是再次选择了妥协 当即下令放莫言辍他们离开 现在 你满意了吗 安庆旭 你为何会变成这样 我倒要问问你 为何每个人对于你来说都那么重要 偏偏对于我 却如此绝境 珍珠 就这样 经过几番周折过后 珍珠再次落入了安庆旭的魔掌 你休想着逃离我的掌控 男人为了得到深爱的女人 竟不惜动用最粗鲁的方式 就在他即将得逞的时候 门外突然传来皇上宣教的消息 此刻的安庆旭已是叙事待发 但迫于父亲的威严 最后只能心有不甘地离开 珍珠仍然心有余悸 蜷缩在床上失声痛哭起来 这时背后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 珍珠 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想不到日思夜盼的李处会来到身边 原来 李处得知珍珠被安庆旭带到了洛阳 于是他便联合莫言辍合风生衣 伪装成宫廷乐师混入了洛阳皇宫 以等待合适的机会展开营救 珍珠武士大寿这天 安庆旭特意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饭菜 还买了他小时候最爱吃的零食 不光如此 更是请来宫廷乐队活跃气氛 珍珠聆听着熟悉的旋律 仿佛已经感应到李处就在外面 没想到就在这时 安庆旭突然从身后抱住了珍珠 珍珠的再三拒绝 最终让安庆旭彻底丧失理智 于是他将珍珠抱到床上 想要强行占有这个让他爱得无法自拔的女人 好在关键时刻 他父亲安庆山有事将其叫走 如此一来 李处终于等到跟珍珠见面的机会 久别重逢的夫妻紧紧相拥在一起 倾诉着对彼此的相思之情 在短暂的温存过后 李处向珍珠交代了具体的逃离计划 隔天 李处等人在太监总管的协助下 提前藏匿在安庆山的寝宫之内 等到晚上 总管伺候安庆山喝下一碗安神汤 很快就让胖子进入了甜蜜的梦乡 紧接着 他又来到珍珠的房间 说是皇上喊他去寝宫打麻将 珍珠顿时心领神会 于是起身跟随总管一起前往 怎料刚到寝宫门口 恰巧遇上前来找安庆山理论的安庆许 他总在这 谁把他带来的 老奴是奉了陛下的旨意 带夫人来此一见的 老东西终于忍不住了 正好 今日之事 便叫你亲自见证 都守在外面 谁都不许进来 是 我要干什么 来到寝宫 安庆许让下人全部离开 然后把珍珠拉到了屏风后面 说是让他准备看一场好戏 随后 安庆许跪在床前 轻声叫醒了正在睡梦中的父亲 儿臣有一事 想问父皇 有事快说 别叫老子试一下 听说父皇要你照 策立庆恩为太子 一听儿子敢这么跟自己说话 胖子立刻清醒了过来 事又怎样 你问完了 还不赶快滚 母亲因你而死 庆宗为你而死 你却要将这大好和善 拱手送你那贱人之子 数字大胆 还不快给我滚 你想怎样 绝不让你这么做 莫非你想杀了我 自己做皇帝 只见安庆许冷笑一声 回了句有何不可 安庆山勃然大怒 用力一脚把安庆许踹了出去 并且喊侍卫把这个逆子 拖出去千刀万挂 然而他不知道的是 外面的侍卫早就被换成安庆许的人 安庆山见状想要逃走 却被安庆许一刀当场毙命 果然是牛逼客辣死 沈珍珠被眼前的一幕彻底惊呆 没想到安庆许竟会如此泯灭人形 居然连轻爹都下得去手 这是再也没有我安庆许不敢做的事情 如今我已是大燕国的皇帝 而你只能是我的皇后 我不认识你 你已经不是我认识的那个人了 就在这时 藏匿与此的李处等人突然现身 双方随即展开了激烈的搏动 几十个回合下来 安庆许因寡不敌众被踢出了门外 李处他们趁此机会钻进了密道中 安庆许菊花一紧 当即令人赶紧去追 却不料洞口突然发生爆炸 就这样 在经历了千难万祖之后 夫妻俩终于得以团聚 殊不知更大的苦难还在等着他们 他好心把自己的盖浇饭让给身旁的吃货 没想到对方吃下之后当场毒发生亡 侥幸逃过一劫的珍珠惊恐不已 想不到自己身处佛门清静之地 依然摆脱不了那只无处不在的黑手 几天前 李处历经千辛万苦 终于把珍珠从安庆许的手里解救出来 本以为能过上没羞没臊的幸福生活 可是万万没想到 皇上一见到珍珠就开始兴事问罪 长安陷落之时 你是否再嫁给了安庆许 启禀父皇 珍珠确实迫于行事 被安庆许所迫 上了花椒 李处十分理解珍珠当时的苦衷 对这件所谓的丑闻并不介意 因此不停地在父皇面前帮他开拓 怎奈在皇后的刻意挑拨之下 皇上依旧认定珍珠损害了皇家颜面 当场下旨让他前往慧敬寺待发修行 李处顿时菊花一紧 跪地恳求父皇能够网开一面 可无论他再怎么动之以情小之以理 却始终无法让父皇改变主意 就这样 珍珠还没跟李处热乎上几天 就被迫来到尼姑安继续受苦受难 不过他向来积极乐观 没过多长时间就适应了这里的生活 这天午膳的时候 由于珍珠对香菇过敏 便把自己的饭菜送给了身旁的女子 没想到对方刚吃了一口 腹部就开始剧烈疼痛起来 然后就口吐鲜血当场隐恨西北 在混乱之中 珍珠无意中看到一个匆匆离开的身影 总觉得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此事很快传到了李处那里 为了让珍珠尽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他跟回合可汗莫延绰商议出一个好办法 几天之后 莫延绰的干儿子叶户突然前来面见皇上 此时此刻 大唐正跟安庆旭的叛军打得如火如荼 而叶户所率领的回合军队 是直接关系到大唐命运的重要援军 所以皇上对叶户始终笑脸相迎 不停地夸赞他长得帅 而且发型也那么风骚 叶户却是满脸不屑 连鸟都不想鸟这个糟老头子 皇后为了缓解尴尬 提出要给叶户找个女朋友 皇上连忙在旁随身复合 看上哪个公主随便一条 叶户的婚事全凭姐姐作用 如今姐姐不在 叶户不敢自作主张 可是王子的姐姐 不是远在千里之外的回合吗 不 叶户的姐姐就在奉抢 叶户今日来也正为此事 许久不见姐姐 心中甚是挂你 那王子应该将姐姐请入宫中 朕要以礼相待呀 谢陛下恩典 请陛下立刻派人去敬会四阶姐姐 王子的姐姐是哪位呀 叶户的姐姐正是大唐广平王的儒人 沈珍珠 沈珍珠 皇上顿时菊花一锦 想不到沈珍珠的人脉如此弩逼 叶户这次来本来是来探望姐姐的 却不料她被禁足 如果叶户看不到姐姐 叶户只好班师回朝了 面对叶户的威胁 尽管皇上心里一直在骂娘 但她现在的确不敢得罪对方 最后只能搁下脸面 派人即刻去敬会四把珍珠接过来 当叶户见到姐姐的时候 立刻跪在地上向她行最高礼节 皇上见状被气得不轻 要知道叶户自从进门以来 都没向身为九五之尊的皇帝行过跪路 不仅如此 为了防止姐姐被秋后算账 叶户又直言不愧地说道 姐姐安好 叶户心中自然放心 可姐姐万一有个风吹草动 叶户在战场上难免分心 有姐姐在的一天 叶户是大唐亲人的孩子 跟大唐有永远割舍不完的感情 皇上属实没有办法 只好强忍心中的怒火 当场册封珍珠为一品镇国夫人 以表彰她对大唐做出的贡献 最终 这对历尽艰辛的苦命夫妻 再次迎来了重逢的幸福时刻 哪来的男人 郑君 我们有过一面之缘啊 是你 就在前不久 独孤静尧遭到安庆旭叛军的围剿 危急关头 路过的李初飞身上演了一场英雄救美 也就是在这一刻 向来以高冷自居的独孤静尧 终于体会到了什么是心动的感觉 认定眼前这个帅哥 就是自己的真命天子 可是等到李初离开后 独孤静尧才发现 没留对方的联系方式 于是通过打听来到他下榻的酒店 但遗憾的是 李初早就已经退房离开了 满怀憧憬的独孤静尧不禁有些失落 却不知命运很快就会让他们再次相遇 另一边 皇上下定决心要收复长安 途中需经过一个叫大散关的地方 可是面临的问题是 此地被一个自称图安将军的神秘人物所占据 二皇子李系自命不凡 扬言率五千兵马就能拿下大散关 李初则认为不必大动干戈 和平谈判才是明智之举 为了表示诚意 他只带着风生衣前去拜见图安将军 结果却吃了个闭门羹 随后李初突发奇想 和风生衣打扮成丫鬟成功混了进去 李初悄悄潜入图安将军的营帐 令他意想不到的是 对方竟然是个身材超级哇塞的妹子 顿时间不知该如何是好 正要溜走的时候却被对方察觉 谁 图安将军息怒 我只是想见将军一面 实在太冒犯了 哪来的男人 将军 我们有过一面之缘啊 独孤静尧定睛一看 卧槽 这不是那天邂逅的高富帅吗 心中的怒火请客间烟消云散 看到李初打扮成这副搔样 独孤静尧差点笑出猪叫声 随后 李初亮明了自己广平王的身份 独孤静尧在震惊的同时 追问沈珍珠是不是她的妃子 没错 正是我的王妃 姑娘是怎么认识珍珠的 永儿深爱相濡以沫 未必不是一件姓氏 那怎么行 我要嫁的一定是所爱之 所谓一眼定终身 就是让我能够第一眼就心弦颤抖 独受牵制 不能拒绝之 此时此刻 独孤静尧失落无比 好不容易遇到个一见钟情的男人 居然还是个有妇之夫 而且还是对人尽皆知的模范夫妻 于是在醋意之中下达了逐客令 今日天色已晚 下山不方便 你们暂且留宿已晚 明日清晨即刻离开 李初见状立刻说明此番来意 希望他能跟大唐合作 一起对抗安庆旭的叛军 可无论李初如何动植以情小之一 独孤静尧仍然是言辞拒绝 一句话 本将军不会与朝廷合作 也不感兴趣 念在你曾救我一次的情面上 在收留你 待明日清晨 二位必须离开 事后 珍珠收到李初的求助信 于是连夜赶到了前方大意 在看过图安将军的照片之后 一眼就认出他就是独孤静尧 为了帮李初说服对方归顺大塔 珍珠拿出了传说中的麒麟令 这就是让我们沈家 魔兽灭门之灾的麒麟令 真是扫顾弄人的 从我曾祖父那一代开始 不知道因何 有大恩与独孤家 独孤家赠此麒麟令给我沈家 并说 凭此麒麟令 就能向独孤家欲语欲求 但我爹 从来没有向家人提起过此 直到我那年进京时 才把它当作护身植物交给了我 我也一直不知道其中的玄机 经历种种才意外知晓 这引发霍端的植物 竟然一直在我身上 如今这麒麟令 也算是不尽其余 隔天一早 李处和珍珠一同 前去拜访独孤静瑶 珍珠拿出麒麟令 直接表面来意 麒麟令在此 不求独孤姑娘 一定要投诚大堂 但求独孤姑娘开关 并出兵助我夫君 攻下朝安 收服西京 至于最后 姐姐到底要不要投诚 那还要看姐姐自己的意思了 独孤静瑶随即寒沙摄影地说道 你真的愿意用麒麟令 换静瑶去你夫君身边吗 当然了 我们特别需要姐姐的帮助 事到如今 独孤静瑶已然没有拒绝的理由 当即同意履行承诺归顺大堂 李处和珍珠兴奋无比 心满意足地手拉着手告辞离开 却不知从此刻开始 他们三人之间的孽缘正式拉开了序幕 希望你别后悔 恶毒皇后为了寻求自保 竟狠心无死了亲生儿子 这一幕让旁边的礼坛彻底懵逼 原来 李处和珍珠怀疑皇后所生的皇子 并非是皇上的亲生骨肉 为了揭发皇后的龌龊行为 珍珠特意来到灵智那里 要了一瓶能治人昏睡的药物 随后她趁着给皇后请安的机会 偷偷将药物涂在了李少的足球上面 果不其然 李少在接触过足球之后 很快就陷入重度昏迷之中 老来得子的皇后心急如焚 但是太医却对此束手无策 随后 李处和珍珠前来面见皇上 说是有个偏方可以让李少苏醒过来 但是需要亲生父亲的血当作药引 为了救宝贝儿子的性命 皇上自然是毫不犹豫地答应 然而这一切都在李处和珍珠的计划之中 因为到时候皇上的血不起作用的话 就可以证明李少并非她的亲生骨肉 就在众人匆匆赶往皇后那里的时候 皇后的侍女灵儿匆匆跑来禀告 说李少刚才已经苏醒过来 这个结果让李处和珍珠感到大乎不解 原来就在刚刚 灵儿拿素瓷刚出生的孩子加以威胁 从她口中得知了李少昏睡不醒的缘由 皇后为了寻求自保 竟不惜用猛药将李少强行惯醒 但却因此产生了十分严重的副作用 原本聪明伶俐的孩子 如今成了一个目光呆滞的傻瓜 皇后这波断尾求生的操作 总算暂时化解了这次危机 另一边 失忆的灵智逐渐恢复了记忆 她不仅认出了曾经的丈夫李潭 更想起被卖到妓院的那段往事 在李潭的不断追问下 灵智终于说出那个埋藏心底的真相 我发现了 人工事头日上 若是我负助 再无几处 恐怕要打全部报 担心什么 她若是不行 这不还有我呢吗 太子妃的秘密 太子妃 她不想让人发现 她活的不是龙主 所以被人绑架了 被人杀了 然后 我就跑 我跑 你说什么 为了给灵智逃个说法 性格鲁莽的礼潭在喝醉酒之后 禁手持宝剑闯入了皇后的情风 你听我解释 解释 你害灵智的时候 你听她解释过 她做错了什么 她做错了什么 你不要 她那么的善良 你不要 为什么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她 没想到皇后被逼得苟迹跳墙 转头用手捂住了儿子的口 面对如此丧心病狂的举动 李潭赶忙上前将皇后一把拉开 可是凑巧的是 皇上在这个时候赶到了现场 皇后见状立刻贼喊捉贼 把黑锅扣在了李潭的头上 你为什么要杀了她 父皇 我 你这个逆子 父皇 您不要相信她说的话 是她自己亲手无死李少的 皇后继续她精彩绝伦的表演 最终导致李潭白头莫变 信以为真的皇上勃然大怒 拔剑准备将这个逆子当场斩杀 幸好李处挺身而出 勇敢地挡在弟弟的前面 此时李潭已然被逼及了眼 索性将皇后的丑闻公固于众 什么亲弟弟啊 是她在外面跟别人私混生下来的剑种 你胡说逆子 李潭 你哪听到的谣言 你就为了这个 才把我的少儿杀死的吗 你为这样一个荒诞而化 天下之大致的流言 才把我的少儿杀死的吗 你太狠心了 根本就是你自己心虚亲手杀死了她 陛下 臣妾今日宁愿一死 你正清白 皇后 你干什么 你 不可呀 皇后这番歇斯底里的苦肉计 成功赢得了皇上的同情 你自李潭 杀害右弟 污蔑皇后 七罪当主 先将她关起来 听后发落 就这样 李潭因为一时冲动 最终将自己送上了一条不归路 你怎么这么下呀 我怎么救你 我怎么救你呀 我怎么救你 他们本来是最令人羡慕的一对 结果却到了生离死别的地步 就在昨天 李潭遭到皇后诬陷 被扣上了谋害皇子的罪名 皇上在盛怒之下 随即下达赐死李潭的圣旨 令他在害时喝下毒酒 事到如今 李潭已经是生无可恋 心中唯一割舍不下的就是灵智 另一边 珍珠将李潭的近况告诉了灵智 希望他能回去见李潭最后一面 并且帮他配置能够解毒的药丸 没想到灵智却一口回绝 只因他无法原谅李潭曾经对他的伤害 珍珠劝他不要因为一时赌气 从而做出让自己后悔终生的决定 此话一出 灵智最终还是心软了下来 于是跟珍珠一起来到了剑宁王府 可是李公公却只准许灵智一个人进去 灵智的到来让李潭很是意外 没想到他只是把解药放在桌子上 话都没说一句转身就要离开 李潭渐壮 立刻跑过去恳求灵智原谅自己 你还想让我原谅你 我当初被抓进最红楼的时候 就是这样一个漆黑的夜晚 他们把我关起来 折磨我 虐待我 我好害怕好害怕 我好想死 可我更怕再见不到你 我就是怀着对你的期待下活了下来 可你是怎么对我的呢 你把我赶出了吗 现在让我原谅你 最后 灵智让李潭一定要好好活下去 因为只有这样自己才能恨他一辈子 怎料灵智刚离开没多久 李公公又把他抓了回来 要求李潭写下认罪书 承认是自己大逆不到杀死了小皇帝 为了确保灵智平安无事 李潭毫不犹豫满足了对方的要求 然后接过酒杯将毒酒一饮而尽 完事之后 剑和灵一并没有释放灵智的意思 李潭趁其不备突然发起攻击 一套连招把他打得月经失调 随即拉起灵智冲了出去 然后跟手在外面的御灵军厮杀起来 不一会儿的功夫 便将这群废柴全部斩杀殆尽 而他也因为体内毒素发作 开始大口大口地分泌前行 没想到就在这时 和灵一趁机再次挟持了灵智 殿下已深重剧毒 勉强发力只会加速毒化 解药呢 交出来 李潭为了确保灵智不受伤害 毫不犹豫将解药拿了出来 然后倒在手心捏的粉碎 掉落的药粉瞬间被雨水冲走 灵智见此情景 发疯似地扑到地上 试图把雨水里的解药收集起来 然而这一切都是图楼 只此一生 曾是相逢万里的相逢 你故意要一段回梦中 那此一生 是那白去过期的相逢 无影无踪 一朝一夕 风雨中 你怎么这么傻啊 我怎么救你 我怎么救你啊 我怎么救了你 啊啊啊啊啊啊 林志 林志 我活不成了 你们得伤所愿了 可以放他走了吧 放了他 你杀了我 你杀了我 我命中 灵格此一生 是那白去过期的相逢 无影无踪 一朝一夕 风雨中 就在这时 风声衣及时赶到现场 跟何灵衣展开了激烈的交锋 如此一来 这对有情人终于有了最后告别的机会 李谭用尽最后的力气 把童心结又带到了灵芝的手上 你不能死 你不能死 你借我的还没有还给我 你不能死 你不能 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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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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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能好吗 坐 起 李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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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心 我还没有 童大哥 话还没说完 李谭最终带着遗憾死在了灵芝的怀眼 就在这时 李处和珍珠也赶过来 看到疼爱的弟弟已经隐恨稀美 李处因悲伤过度而晕倒在地 这是男人第二次结婚 新娘的待遇却非同一般 正房夫人居然亲自为他们操断婚礼 虽然珍珠看起来轻松随 其实心中满是心酸和无奈 原来就在几天前 独孤静瑶在茶楼和史思明见面 没想到对方居心叵测 事先在房间里点了迷香 独孤静瑶很快就感到全身无力 而桌上的酒正是解药 史思明知道他谨小慎微 绝必不喝自己准备的酒 所以轻而易举就达到了目的 等史思明离开后 独孤静瑶艰难地拿起酒壶 怎料还没来得及喝一口就被人夺下 定睛一看 居然是李夕这个小色批 其实这是皇后设下的圈套 其目的就是把生米煮成熟饭 从而迫使独孤静瑶不得不嫁给李夕 好在关键时刻 李处及时赶到现场 盛怒之下一脚把李夕踹了出去 独孤静瑶不堪受辱 掏出匕首想要自我了断 好在李处眼急手快一把将其抱入怀中 这一幕像急了两人初次见面的情景 此时的独孤静瑶安全感满满 随即放心地昏睡过去 第二天静瑶醒来后 惊讶地发现自己居然身在广亭王府 并且从侍女的口中得知 如今的长安城已是流言四起 说是李处和李夕两个皇子 为了争风吃醋而大打出手 这让独孤静瑶一时间不知该如何是好 随后 珍珠特意前来看望她 怎料她居然卸下平日坚强的伪装 身位俱下地向珍珠寻求帮助 如殿下不要我 我怕是南逃皇后和赵王为我设下的王了 事到如今 能救我的 就只有你和殿下了 除此之外 静瑶又吐露了另一的难言之意 当初 我为殿下挡的那一剑 置入腹中 如今我伤口虽已痊愈 但我将永不可能再受孕生子 我不会才有自己的孩子 若我能入广平王府 我定会与妹妹姐妹相好 我不能生与子死 无力也无心与妹妹相争 我永远不会动摇妹妹的地盘 只求妹妹救我出苦 话虽如此 可是作为女人 谁愿意跟别人分享自己的仗子 这无疑让珍珠陷入两难的境地 事后 珍珠陪李初进宫面圣 刚见面皇上就对着李初好一顿子骂 说他当街把独孤静瑶抱回王府 视为不同 虽然是出手相助 但毕竟男女受受不期 如今闹得满城风雨 皇室威严和独孤静瑶的名声都面临危险 珍珠健壮立刻在旁顺水推舟 殿下与独孤将军 多次并肩作战 早已情投意合 所以独孤将军出了意外 殿下才会如此紧张 双鱼约了礼数 还请父皇体谅 殿下是因为一直顾忌儿妾的感受 所以才未曾提及此事 如今 殿下与独孤将军之事 既然已经公开 那儿妾今天 便斗胆 带夫君向父皇请旨 还请父皇 为独孤将军 还有殿下赐婚 珍珠的自作主张 搞得旁边的礼数顿时乱了阵脚 只是一个劲地表示此事不可 皇后也在一旁干着急 眼看自己部下的天罗帝王 如今却为别人做了嫁衣 相反 皇上却对此十分欣慰 对这个通情打理的儿媳赞不绝口 况且大唐现在战祸连绵 百姓和皇室的情绪都很低迷 正好需要一件喜事来冲一冲 于是当即下旨 广平王李处 加封为楚王 四 宣威将军独孤靖遥 为侧妃 三日后 以正妃之礼 迎娶入府 回去后 李处为珍珠的擅自决定而大发雷霆 然而珍珠的一番言语 却又让李处在请客间感动不已 我清楚东郎的雄心 和现在的处境 东郎若不想办法稳固势力 恐怕将会败于奸人之手 我能帮上东郎的实在是太少了 而金瑶姐姐不透了 她定能在朝堂上 助东郎一臂之力 更重要的是 金瑶姐姐的确是一个重情重义的女子 她为东郎付出了太多了 东郎不应该付的 那我就给付你吗 你处处为我着想 为她着想 那你自己 我虽然心有不甘 但是如果要让我在成全自己 和成全东郎之间做出选择 我自然不顾一切 要成全东郎 就这样 独孤静瑶终于如愿以偿嫁给了李处 殊不知夹在一对相爱之人的中间 那将会是无穷无尽的痛苦 男人第一次跟两个老婆同桌吃饭 气氛多少有些尴尬 李处习惯性地给珍珠夹菜 突然意识到忽略了旁边的独孤静瑶 于是连忙将一碗水端平 为了缓和气氛 静瑶提议喝杯小酒住住行 李处爽快同意 吩咐管家去把王妃最喜欢的酒具拿来 却被告知那套酒具在战乱中遗失了几只酒杯 现在就只剩下两只了 两只怎么喝 不碍事了 静瑶用一个 我和珍珠合用一个就好了 为了照顾静瑶的感受 珍珠立刻说道 谁要跟你共用一只啊 怎么这么不讲究 张德宇 你去把那套雕花青瓷的酒具拿来吧 是 按照事先约定 李处今天要来静瑶这里玩耍 静瑶为此特意画了个美美的妆容 并准备了几样精致的茶点 就在满心期待李处到来的时候 却被告知对方已经去了珍珠那里 想到自己的一片真心 竟被李处如此冷漠对待 静瑶的心情瞬间跌落谷底 于是一怒之下挥手打翻了茶具 爪子被开水烫伤也浑然不知 为了排解心中的烦闷 只好来到院子中捂刀弄解 完事之后 发现珍珠正在不远处看着自己 面对珍珠的关切慰问 静瑶却认为她在看自己的笑话 你来看我笑话 我绝对没有这个意思 我只是有些担心你 我独孤静瑶 不需要别人的痛情 此刻珍珠的心里满是内疚 为了给静瑶和李处创造独处的机会 他在留下一封书信之后 便偷偷带着儿子踏上了前往洛阳的旅程 李处看后心急如焚 正打算前去把他们娘俩追回来 却不料前线战况危急 皇上命他和独孤静瑶即刻率军之援 行军途中 李处对静瑶呵护备致 这让静瑶受宠若惊 先前累积的怨气顿时烟消云散 冰冷的脸上终于浮现出灿烂的笑容 就在这时 一场暴雨来得猝不及防 李处随即将披风遮在了静瑶头上 静瑶为此感动不已 于是温柔地把披风封给了李处一半 然而幸福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就在静瑶完全沉醉其中的时候 大雨却不合时宜地停了下来 他只好意犹未尽地看着李处将披风收起 这天 李处独自在河边喝起了闷酒 在静瑶的追问之下 他才道出了其中原有 原来今天是儿子李阔的生日 他曾经跟珍珠立下约定 每年的今天都要陪孩子一起度过 可如今却不得不分隔两地 话语坚然是对珍珠的愧疚和思念 独孤静瑶听后顿感失落 因为他知道 无论自己再怎么付出 也无法代替珍珠在李处心里的位置 然后便默默地转身离去 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奋战 李处所率大军终于凯旋而归 皇上龙颜大悦 在对夫妻二人大家赞赏的同时 并给予了丰厚的赏赐 为表示庆祝 独孤静瑶特意准备了丰盛的饭菜 打算跟李处今夜喝个碰碰 顺便做一些不肯描述的事情 可是婢女带回来的消息 又将她硬生生地拉回了现实 殿下已经离开了王府 去了 去了洛阳 静瑶看着满桌饭菜不惊讽笑 然后便开始自珍自啄起来 因为只有酒精才能麻痹她痛苦的内心 而另一边 李处冷不丁地突然出现 着实给了珍珠一个大大的惊喜 东郎 你怎么来了 我跟父皇负完命 就马不停停地赶过来了 连赶了好几天 你以后可不准不听我的话 到处乱跑了 我知道 但是 娘子要教育我 回头再说吧 或许这就是爱与不爱的区别吧 堂堂王妃居然向小妾下跪道歉 可对方却没有原谅她的意思 除非珍珠愿意让出王妃之位 面对独孤静瑶如此过分的要求 珍珠一时间不知该如何回应 没想到静瑶却是变本加厉 王妃之位 你到底让不上 你若不肯让 趁早给我滚开 话音刚落 李处就满脸怒气地走了进来 斥责静瑶不要太过分 然后温柔地将珍珠扶起 我早就跟你说过 我的心中只有沈珍珠一人 过去是 现在是 将来也是 其他人我不曾想过 我根本就 李处的这番话 无疑将独孤静瑶彻底打入深渊 最终因爱成恨产生了报复心理 原来就在刚刚 独孤静瑶正要喝粥的时候 发现里面有一团 没有化开的白色粉末 凑在鼻子上仔细闻了闻 没想到竟是见血封喉的毒药 通过一番简单的询问 很快就查出珍珠的丫鬟宿慈 曾经去过厨房 静瑶随即把素慈 压到珍珠面前草药说法 珍珠对素慈的秉性十分了解 相信她绝不会无缘无故 做出这种事来 事到如今 素慈只好坦白了一切 原来是何灵依拿她的孩子加以要挟 命令她暗中给皇后办事 只要除掉独孤静瑶 李处的势力必然受到影响 珍珠不禁倒吸一口凉气 责怪素慈太糊涂 这么大的事情不跟他们商量 偏偏听信那个不择手段之人 素慈自知罪孽深重 表示愿意以此谢罪 然而珍珠却于心不忍 哀求李处念在她舅子心切的份上 能够网开一面赦免她的死罪 李处深知珍珠和素慈情同手足 处死她势必会对珍珠造成巨大伤害 当即决定饶她不死改为账责 这么一来 旁边的独孤静瑶彻底懵逼 你好像忘了 今日我才是被害的人 就不是我无意发现了周里有毒 说不定现在我早已命丧皇权了 你却不闻不问 甚至连处死沈珍珠一个下人 你都不愿意 打一打发一把就这么算了 殿下你究竟有没有把我当作你的妃子 说完便伤心地转身离去 随后 珍珠来到独孤静瑶面前 诚恳地向其下跪道歉 可长期以来受到的冷落和委屈 已然让静瑶变得心如死水 面对跪在面前的珍珠 她居然能做到无动于衷 犀利的目光更是令人不寒而立 并且大言不惭地说 要想得到老娘的原谅 除非你愿意让出王妃之位 看着沉默不语的珍珠 静瑶积攒的情绪彻底爆发 因为在她的言里 珍珠就是个赤裸裸的虚伪小人 我偶过去还以为 你真心实意想帮我 原来你不过是需要一个 在你身边 陪衬你跟殿下恩爱的人 静瑶妹妹 到底是为什么 让你对我产生了这么大的误会 嫁入府中这些日子 我算是看明白 你之所以愿意让我入府 不过是因为你知道 你有的是办法 要殿下心中只爱你 只疼你一个 从头至尾 你就想霸占着殿下 根本不想让她对我有一分二分的信赖 我从来没有过这个意思 可能我和殿下是上师夫妻 会更加亲密一些 可是如果妹妹陪伴殿下 时日更长一些 还要多久 一辈子吗 王妃之位 你到底让不上 你若不肯让 趁早给我滚开 门外的礼处火冒三丈 立刻化身成为护妻狂魔 在指责独孤静瑶太过分的同时 并且声明她心里面 永远只有珍珠一个人 别的女人都是渣渣 说完便拉起珍珠一同离开 只留下静瑶独自泪如雨下 心中仅存的一丝希望也随之熄灭 殿下 是你逼我的 只有我 我才是真正能够帮助殿下 成就大业的女人 这是我见过最不要脸的女人 她为了独自占有丈夫 居然使用最卑鄙的方式 逼迫王妃离开 原来就在昨晚 李处喝了独孤静瑶泡的茶水 一出来就感到头晕目眩 接着就倒在了男朋友怀疑 事后又出现吐血的症状 太医患了好几波 却始终查不出李处的真正病因 看着吐血不止的李处 珍珠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反观独孤静瑶 她只是在旁冷漠地看着发生的一切 眼神里还透着几分幸灾乐祸 然后悄无声息地离开了房间 李处病重的消息很快传到后宫 皇后可谓是兴奋至极 决定让李处趁此大好时机搞点事情 皇上得知儿子病重 特意派首席专家前来问诊 一番诊断过后 将御医不禁眉头紧锁 因为李处的脉相十分罕见 像是种了一种叫云南谷毒的剧毒 沈珍珠一听 立刻联想到毒孤静瑶正是云南出身 再加上她对李处漠不关心的态度 猜到此事或许跟她有关 随后 珍珠来到毒孤静瑶面前试探口风 没成想她倒是光明磊落 直接就承认了下毒的事情 这毒 当今世上也只有我才能请 若三日之内 殿下再不服下解药 毒孤静瑶的条件是 珍珠必须离开李处 并且今生今世都不能再出现 如此过分地要求 珍珠自然不会答应 然而毒孤静瑶接下来的话 却让珍珠彻底无言以对 自从我来到她的身边 她为你做的数次决断 不但令我伤心 更令我失望 有你在 不仅无意于殿下 更是她的牵绊 她的麻烦 你只会成为别人 来攻击她的软肋 只有我 我才是真正能够帮助 殿下成就大业的女人 回到房间 珍珠看着昏迷之中 就在众人束手无策的时候 就让一途浑水摸鱼的李夕 知难而退 珍珠得知后 十分庆幸有毒孤静瑶的存在 紧接着又感到自卑起来 因为在大事面前 她什么忙也帮不上 不禁认同静瑶先前所说的话 我才是真正能够帮助 她成就大业的女人 考虑到李处的宏图伟业 她当即做出一个重要的决定 读了 恐怕我这次 又要自所主张 你醒来可不要生气 我绝对不能让你有事 随后 珍珠默默来到 毒孤静瑶面前 表示自己答应 她之前提出的条件 只希望她能交出解药 让李处 完完整整地苏醒过来 透露半个字 事到如今 珍珠只能继续妥协 答应了毒孤静瑶 所提出的所有条件 看着病榻上昏迷不醒的李处 珍珠有着太多的不舍和无奈 虽然两人相爱置身 但路上总是充满荆棘和坎坷 于是强忍足以令人窒息的酸楚 魂不守舍地写下一纸冰冷的和黎叔 只不过她有说不出口的苦衷 原来 身为妾室的毒孤静瑶为了上位 静狠心给李处下了一种歧毒 以此来要挟珍珠自行离开王府 否则她就不会交出解药 珍珠不能眼看深爱的丈夫出事 于是同意了她的无理要求 回去便写下了一纸和黎叔 毫不知情的李处苏醒过来 本想跟珍珠亲力互动一番 没想到对方的态度却是一场冷漠 苦苦哀求珍珠不要离开 可珍珠为确保毒孤静瑶交出解药 只能继续说着言不由衷的狠话 此时此刻 李处哭得像个无助的孩子 突然间又瞥见桌上的和黎叔 虚弱的身体开始微微颤抖起来 李处跪在地上强行将其拉住 愤怒和战友欲同时涌上心头 皇上教主声称自己还有一件事情造 由于之前的种种原因 皇上本来就对珍珠心怀戒笛 既然他主动开了这个口 于是便同意了他的请求 眼看事情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 李处已然彻底心灰意乱 随即大笔一挥写下一纸修书 然后狠狠地甩在珍珠身上 从此一别两宽再无瓜葛 东浪 朱狗 你还要什么资格 赶换本王的名字 绅世之前你给本王离开这里 有多远走多远 本王不想再看到你 殿下 行人龙龙龙最后一次 加强你一生 东浪多保证 临走以前 珍珠最后看了一眼熟睡中的儿子 眼神中满是不适合愧疚 只希望他能平安快乐地长大 另一边 独孤静瑶终于达到目的 可是他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或许是亏心事做得太多 居然得上了帕金森综合症 我独孤静瑶 你一生绝不苟且 但这一次 谁能告诉我 到底是对 还是错 另一边 李初忍不住来到珍珠的房间 因为这里承载着太多美好的回忆 一想到临别是珍珠那些冷言冷语 李初再次陷入无尽的痛苦之中 只因他实在想不明白 好端端的两人为什么会走到这一边 最后只能对着空荡荡的屋子黯然神伤 李初在历经千辛万苦之后 终于如愿被册封为皇太子 距离终极目标仅有一步之遥 可是恶毒皇后依然贼心不死 还在虎视眈眈的看着他 好在没有了珍珠这个牵绊 李初得以把心思都放在事业上面 可命运就是那么神奇 本待此生不再相见的两人 很快就会再次重逢 沈珍珠 堂堂王妃竟被小妾逼得离婚 然而他却不能说明原由 只能任凭丈夫误会和埋怨 太多的苦衷只能独自去承受 这天 珍珠在赶路的时候 突然被两个侦察兵拦了下来 对方以为他是本地人 应该熟悉这一带的地形 于是强行把他带回去帮忙指路 珍珠来了之后才知道 自己身处的竟是太子李初的军营 于是在慌乱之间准备离开这里 没想到这时独孤静尧走了进来 小兄弟 你叫什么名字 小人 小人叫高月明 独孤静尧见对方总是背对着自己 行为举止显得十分怪异 于是趁其不备将斗篷拽了下来 卧槽 居然是沈珍珠 小人是高月明 沈珍珠是何人 小人完全不止 你当我瞎吗 恐怕是将军的朋友 跟小人有几分相似吧 为了防止珍珠出什么幺蛾子 独孤静尧带他来到偏僻的地方 拿着李初的安危对他发起警示 若是高月明 那自然最好 但如果是什么别的人 千万不要忘了 云南古独 一旦侵入身体 可就再无灵药可救 小人记住 小人高月明 一定不是什么其他人 更不认识什么沈珍珠 请将军放心 独孤静尧见彼此心知肚明 于是便不再加以逼迫 为了不让李初发现自己 珍珠连夜绘制了一张地形图 然后亲自交到独孤静尧手里 并恳求他能放自己离去 独孤静尧见地图绘制得十分详细 道路和地标一应俱全 不由自主地喜上眉梢 又考虑到李初对珍珠情深四海 待在这里总归是个巨大的威胁 于是同意了他离开的请求 可凑巧的是 珍珠在走出军营的时候 风生一却一眼将他认了出来 娘娘 隔天 李初看过珍珠所绘制的地图 不由自主地拍案叫绝 想不到军中还有如此牛逼的人物 独孤静尧当即表示 惠图之人昨晚就已经离开了 郭子怡认为此人至关重要 必须要追回来留在军中做向导 这时风生一突然开口 声称自己如果开宝马的话 绝必能把对方追回来 苏许 是 这样一来 独孤静尧顿时就傻了眼 风生一一路狂飙 仅用了半天时间就追上了珍珠 珍珠本不想跟他回去 但架不住他拿国家大义当作说辞 最后只好勉为其难的大义 很快 与叛军之间的大战终于拉开序幕 李初正要下令全军出击 没想到这是一个熟悉的身影映入眼 卧槽 带路的那个人不就是珍珠吗 一旁的独孤静尧顿时菊花一紧 既担心一物战机 又害怕李初会就情复燃 于是在旁劝说道 他只是吉祥 并不是真的神积 然而李初的心早已被伤得体无完肤 此人是不是珍珠已经毫无意义 于是重整斗志率军冲入敌阵 面对来势汹汹的大唐军队 安庆旭的叛军被打得溃不成军 不得已只好下令撤退 怎料就在这时 他突然看到在乱军中惊慌失措的珍珠 于是顾不上威胁 冲过去一把将其拉到马上 然后像狗一样逃离了战场 李初见状正准备去追 却被独孤静尧一把拉住 殿下 我均匀拿下仇丝纲 再往前 就临见安庆叶城住房了 殿下 要以大局为重 不可设计 毁扬 少傅刚离婚却再次穿上了嫁衣 脸上写满了惆怅和无奈 因为眼前这个男人令他心生厌恶 与之相反 看着经验无比的珍珠缓缓地走来 安庆叶忍不住热泪盈眶 只因多年以来的夙愿终于得以实现 原来 安庆叶自从遭到唐军重创以来 整个人开始变得颓废不堪 每天都沉浸在歌舞享乐之中 曾经的豪情壮志早已消失殆尽 如今唯一令他感到庆幸的 那就是珍珠还在他的掌控之中 于是决定在穷途末日之际疯狂一次 让此生挚爱的女人成为自己的妻子 可是嫁衣拿来之后 珍珠却是死活不肯穿上 安庆叶恼羞成怒 随即将怒火撒到了宫女身上 珍珠生性善良 不希望更多无辜的人因为自己而丧命 最终在被逼无奈之下选择妥协 隔天一早 珍珠穿上华丽的凤衣出现在大殿 此时此刻 安庆叶感觉像是做梦一般 因为这是他渴望了一辈子的场景 我安庆叶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珍珠 我终于娶到你了 面对安庆叶的热情迎接 珍珠却将不屑表现得淋漓尽致 这让安庆叶多少有些下不来台 于是第三下四地恳求珍珠 能否在大喜的日子开心点 对你而言是大喜的日子 对我却是屈辱的一天 你无非只是想让我如玩偶一般被你摆布 现在你满意了吗 此话一出 安庆叶感颜面扫地 随即发疯似地把众人全部赶了出去 虽然珍珠对安庆叶深恶痛绝 但他们毕竟是青梅竹马一起长大 看到他如今变成这个样子 心里还是感到十分难过 于是劝他迷途之凡早日归降大堂 归降大堂 真好不容易做了皇帝 凭什么归降 就算是死 我也绝不像李初归降 眼看安庆叶仍旧执迷不悟 珍珠也无心在跟他多费口舌 怎料当天晚上 安庆叶为了向珍珠道歉 竟刻意带他来到湖边赏月 安翔静谜的画面 像极了他们小时候所看到的那样 此刻皎洁无暇的月光 在安庆叶凶恶的脸上蒙上了一层温柔 珍珠也在不知不觉中心软 尽管他始终无法接受安庆叶的追求 但念在往日的情分上 实在不忍心看他白白丢掉性命 于是再次尝试劝他归降大唐 只要你肯放弃执念 一切都还来得及 二哥 你就先证住一次 归顺大唐吧 若我归顺 我不可能有活路的 如今我已是叛贼之身 李初不可能放过我呢 现在 摆在我面前的只有一条路 就是顽康到底 当下并非无路可走 如果你迟意要与大唐鱼死网破 再被大唐擒货 那才是死路一条啊 你如此般劝我归降 到底是为了我 还是李初 为了你 也为了大唐 听到此话 安庆叶顽固的内心开始动摇起来 于是向珍珠提出一个条件 只要他愿意跟自己远走包飞 那么自己就会选择放弃抵抗 其实珍珠的内心是不愿意的 但为了不让他和李初走到鱼死网破的地步 最终还是答应了这个违心的要求 这样一来 安庆叶在他暗无天日的人生中 终于看到了一丝光明和希望 二哥 你快回去 不要怪我 珍珠死不足心 男人为营救此生挚爱的女人 不惜孤身冲入敌军阵营 最终惨死在乱枪之下 用生命诠释了珍爱的轰轰烈烈 原来就在几天前 在珍珠苦口婆心的劝说之下 安庆叶终于同意归降大唐 但条件是珍珠必须跟自己远走高飞 尽管珍珠依然深爱着李初 但为了能尽快平息这场战争 最后不得不委屈求全 安庆叶绪为彻底斩断珍珠对李初的念想 于是特意把李初约了过来 表面上是谈判归降的事情 实则是向李初示威和炫耀 表明珍珠现在已是她的女人 尽管李初心如刀绞 但她身为大唐太子 脸面对她来说更加重要 解决完他们之间的感情纠葛 接下来该商讨正事 安庆叶绪归降的条件很简单 她只要父亲安禄山以前的封地即可 除此之外 她还向李初提出了一个要求 珍珠与你之间的过往 我们彼此心知肚明 希望我归顺以后 你不要心生下心 死即报复 这点你大可放心 我李初绝不是心胸狭隘之辈 区区一个已经和离的前王妃 早已是前尘往事 难道我还会和你抢不成 安庆叶对李初的答复非常满意 确信她和珍珠已经彻底一刀两断 最后两人商定 明天李英外合对史思明展开夹击 谈判结束后 一直在强装淡定的李初 再也无法抑制此刻的心痛 泪水开始止不住地往下掉落 而珍珠更是痛彻心扉 怕是这辈子再也无法回到李初身边 安庆叶现在有了珍珠 自然是多了一份牵挂 考虑到明天将是一场硬仗 于是让珍珠先回无心老家避一避 等战斗结束再去接她回来 当天晚上 安庆叶派人悄悄护送珍珠离开了夜城 殊不知这个临时的决定 将会让她走上一条不归路 隔天一早 安庆叶亲自来到城楼 假装迎接史思明的到来 随即下令将紧闭的城门打开 李初所率的唐军早已埋伏在附近 只等史思明进入城内来的瓮中捉鳖 怎料史思明通过安插的眼线 早就对他们的计策了如指掌 不仅在城下暗兵不动 并且还拿出了一件终极武器 那就是安庆叶和李初共同的软肋 沈珍珠 安庆叶健壮瞬间乱了阵脚 于是不顾众人的阻拦 按照史思明的要求 单枪匹马来到城外 只见他怒发冲冠 一口气连斩数十人与马下 试图凭一己之力将珍珠营救出来 然而面对十万敌军 这是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事 在一番浴血奋战之后 很快就陷入对方的包围之中 好在此时大唐军队及时赶来支援 只见李初高高跃起 在千军一发之际成功将珍珠救了下来 李初 快带珍珠走 珍珠你快走 去无形 等着我 寡不敌众的安庆叶见珍珠终于安全逃生 紧绷了许久的神经终于放松下来 最终因体力不支 倒在了散兵游泳的乱枪之下 往昔种种 似水无情 血泊之中的安庆叶 欣慰地目送珍珠渐行渐远 然后将所有的痛苦和不甘 伴着泪水无自咽下 最后变成一具冰冷的躯壳 多狼 是女儿 来 快让我看看 男人本以为自己儿女双全 从此走上人生的巅峰 却不知妻子为了生这个孩子 付出的却是生命的代价 原来 珍珠在历经千辛万苦之后 终于再次回到李初的身边 本以为能过上相夫教子的平静生活 不成想这个简单而美好的愿景 却被一次无意间地体检打破 好消息是她再次怀有了身孕 可遗憾的是 这几年她一直在透支本就虚弱的身体 如今已经到了游进灯窟的地步 能成到这个孩子降生吗 都这个时候了 你怎么还惦记这个孩子 要不是因为这个胎儿 你心虚可以多成个一年半载的 原来没有这个孩子 我也只能多活一点时间 也许这个孩子 来得正是时候 这样 也能给天下多一份念想 还能给库儿多一个手足 事已至此 珍珠恳求林志答应自己两件事 第一是帮她把孩子顺利生下来 另一件则是向李初隐瞒她的病情 面对好姐妹最后的心愿 林志只能含泪答应下来 正说话间 李初走了进来 听说珍珠又有了身孕 激动的心情溢于言表 却丝毫没有注意到她们满面愁容 几个月后 珍珠顺利产下一个女儿 这也意味着她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 而李初依然对此毫不知情 还沉浸在儿女双全的喜悦中 如今她已经贵为一国之君 皇后之位自然非珍珠莫属 可是大臣却极力反对 原因竟是珍珠这些年一直流落民间 身上有着太多所谓的污点 如果封为皇后的话必然有失国体 听了这番可笑至极的陈词 李初当场就翻了脸 朕心意已决 若意不过便择日在意 一直意不过 朕的登基大脸一往后延期就是了 随后 李初本想去找珍珠倾诉烦恼 却恰巧听到她和灵智之间的谈话 这才知道珍珠已经并不高慌 准备已去华山游历为借口离开皇宫 我终究不能陪她终了 但我至少不让她直灭我的离去 至少还能让她的伤心减少一些 你难道就不担心 她真的去华山寻找你吗 如果寻不着 国事产生 时间一是好 她也会渐渐放下 再过十五年 你们再告诉她我的思讯 只要她没有亲眼目睹 也不会十分伤心 珍珠 灵智在离开时 发现了正在偷听的李初 为防止浪费珍珠的一片恐星 灵智拉李初来到店外 恳求她能装作毫不知情 倒是好让珍珠走得宽心一些 尽管李初心如刀脚 但想到这是自己唯一能做的事 最后只能含泪接受林智的建议 珍珠生日这天 李初带她来到两人逃难时住过的茅屋 重温当时幸福而又美好的时光 细想两人在一起这么多年 却总是聚少离多 由于李初的粗心和繁忙 竟然从来没给珍珠过过生日 没想到第一次却成了最后一次 转眼到了登基大典这天 珍珠特意前来向李初告别 并嘱咐她一定要做个好皇帝 此刻就算是千言万语 也无法表达依依不舍的心情 只好化作一个深情的拥抱 他们彼此心知肚明 这将是他们之间最后的永别 当珍珠踏上离别的马车时 并不知道眼前的车夫会是李初 因为就算是缺席登基大典 他也要送珍珠最后一程 马车行驶到最先楼门前 珍珠特意在这里下了车 只因此地是他和李初相识的地方 恍惚间 珍珠仿佛看到他们当年的身影 一个是女扮男装的自己 另一个是抢走他最先样的富家公子 珍珠正看得入泥 却没有察觉车夫已经换成了别人 就在这时 他在人潮中瞥见一个熟悉的身影 可是转眼间又消失不见 于是淡然一笑放弃了寻找 至此一生 曾是相逢万里的相纵 一鼓一遥 一段回梦中 得此一生 是那白去过期的相红 无影无踪 一朝一夕 风雨中 儿子 好